她绝对是世界上最不要脸的富二代 女友一大清早地来给她送早饭 结果却发现她的床上竟躺着另一个女人 面对未婚夫三番五次的背叛 奈兰彻底放弃了两人结婚的念头 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隔天京城竟甜不知耻地来到公司 甚至还带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地闯进会议室 尽管奈兰多次强调不要影响她工作 可京城却仍旧坚持要和她谈论终身大事 并且还蛮不讲理地将客户都赶出了会议室 接着再当着全公司人的面 试图想用拉小提琴的方式向奈兰道歉 只可惜奈兰对她这种看似浪漫的道歉方式很是不行 京城的蛮横霸道 让奈兰根本无计可施 没办法小助理只好让她先去处理私事 接下来的客户就交给自己应付 毕竟现在全公司都得看着京城的脸色行事 和一个渣男结婚 奈兰认为这是绝对不可 你不会告诉我因为这么一点事你就不结婚了吧 小助理的三观也是十分的炸裂 她甚至认为以京城目前的身份 能够大张旗鼓地当着全公司人的面道歉 已经给足了她面子 而在小助理的蛊惑下 奈兰决定再给京城一次解释的机会 结果万万没想到京城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反而还责怪奈兰不给她面子 就这样她又像往常一样掏出礼物 很不懈地表示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殊不知她这种不着调的道歉态度 瞬间就让奈兰下定了不再妥协的决定 于是提出分手后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 可对于京城来说 八年的感情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为此她只好再次找来富豪老爸金正邦出面 而金正邦也十分重视这次两人的感情危机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儿子的终身大事 同时还是她拉拢奈兰父亲的绝佳机会 所以为了取得奈兰的原谅 金正邦本打算带一些礼物过来 结果转头又说不知道买点什么比较好 毕竟这次京城犯了大错误 他们金家总是要拿出点什么来表达歉怨 我呢决定从公司的股份拿出三百万股 他们结婚以后自然过得到奈兰名下 奈兰父亲自然是一口拒绝 而内兰更是气愤地回到了房间 这时金正邦使了一个眼色 京城见状连忙追了上去 接着声称那三百万股相当于十几个亿 这次金正邦是带着诚意来的 希望内兰能够给自己一个面子 千万别让他爸爸下不来台 现在是我错了 是我在呢 那你要这态度我无所谓了 那我就更无所谓了 就这样两家人闹了个不欢而散 临别时金正邦把成书稳重的手下董叔留在了京城身边 一是为了帮助京城创立事业 二是为了帮他多多管教这个叛逆儿子 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内兰 然而让父子俩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计划接下来竟被一个穷小子给打破了 男人赶着来和老婆离婚 不料刚进门就被小舅子揍了一拳 由于屡次创业失败 郭新年深知自己亏欠妻子太多 于是心中有愧的他选择了近身出户 没了公司没了家庭 郭新年转眼间变得一无所有 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投资公司 要是项目能得到投资公司的认可 或许他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然而万万没想到就在他等待的过程中 投资分析师内兰突然遭遇了渣男骚扰 无奈他只好先去处理私事 并把郭新年交给了助理温迪接待 在办公室里 郭新年带着自己公司研发的互联网软件资料 洋洋洒洒地向温迪介绍了起来 谁知温迪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软件的短板 这让郭新年顿时哑口无言 不过在临走的时候 他还想要一张温迪的名片 谁料温迪找了半天发现名片没带 无奈他只好随手将领导内兰的名片递给了郭新年 那兰 这名字真好 殊不知就是这么一个随意的举动 却在最后引发了一场天大的误会 由于没有拉到投资 最后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一场散伙犯过后 郭新年独自一人踏上了骑行去西藏的旅程 喝茶的时候 他无意间从自己笔记本里看到了内兰的名片 回想起那温婉的笑容 他还是没忍住拨通了上面的电话号码 郭新年热情地做了自我介绍 还说他现在在五千米海拔的高原上和他打电话 甚至还很热情地介绍自己的微博号让内兰关注 可内兰却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在他的印象中好像根本没有接待过这样一个人 但他回去后还是看了郭新年的微博 最后发现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傻的人 阿哈 你找到了地 比你还傻 次日一早 郭新年再次打电话给奈兰 说自己准备把每天在西藏的所见所想事实向奈兰播报 一时间 奈兰突然觉得郭新年这人很有意思 甚至脸上还洋溢起了快乐的笑容 之后的日子里 他会在公交车上和郭新年聊人生 也会在工作的时候和他聊职场 在上下班的时候和他聊生活 就这样聊着聊着两人的感情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而这天郭新年突然萌生了一个挑战无人屈的想法 并把这个想法以流言的形式发给了内兰 随后便一路骑行来到了死亡之谷 可当他骑到一处山坡时 忽然遭遇了一群恶狼袭击 在这危机时刻 幸好有一位修行僧路过此地 并成功帮他化解了危机 而在高僧的指点之下 郭新年耗时一星期成功跨越了死亡之谷 可当他回到住处连接到网络时 才发现在这期间 内兰整整给他留了四条语音留言 听完语音后 郭新年瞬间心头一满 第一时间就给内兰打去电话报平安 你干什么呀 给你留言不回 给你电话也不接 你神经病啊 郭新年感受到了内兰满满的关怀 心中反而暗自喜悦 而也就是内兰的出现 让他重新对生活产生了希望 回到北京后 郭新年第一时间就给内兰打去电话 你回来了 随后内兰犹豫了一下 提醒郭新年如果还想创业 并拿到他们公司投资的话 那他们的私人关系 最好不要被人知道 因为他们公司的纪律要求比较严格 郭新年没想到内兰会这么的直接 他愣了愣后 随即便说自己从西藏给他带了份礼物 并且约他半个小时以后 在街边的小酒馆见面 结果万万没想到的是 郭新年在酒馆等待内兰的过程中 突然接到了兄弟被人打进医院的噩耗 这让他不得不先离开这 郭新年在跑出酒吧室回头匆匆一瞥 他不知道自己刚好在人群中看到了内兰 而内兰在回眸时也看到了他 两人四目相对 但却因不认识而错过了彼此 于是郭新年处理完事情后 立马向内兰打去电话 并且承诺明天会去投资公司当面向他道歉 为此接下来也就出现了戏剧性的阴影 隔天内兰在开会的时候 秘书突然走进来说 有位姓郭的先生在门口等他 纳兰听后心中一阵小窃喜 同时让秘书转告 先让郭新年在办公室里 然而话还没说完 郭新年就突然出现在了会议室门口 甚至还敲了敲玻璃门 引起几人的注意 因为他一直以为助理温迪 就是和他打电话的内兰 所以还特意做了个手势让温迪出去 可那兰又哪会知道 于是他刚准备起身离开 却不料郭新年突然摇了摇手表示不对 接着又用手透过玻璃指了指温迪 温迪见状是一脸的懵逼 无奈内兰又只好失望地做了回去 而由于温迪每天都要接待几十个创业者 导致他早已忘记了自己曾经接待过郭新年 随后郭新年一边解释昨晚失约的原因 一边热情地拿出自己从西藏给温迪带回来的领 在这期间内兰的眼睛一直在往外瞟 因为他自始自终都没有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而毫不知情的郭新年还把自己的项目计划书塞给了温迪 同时还叮嘱他给自己多提提宝贵的意见 直到温迪有些不耐烦地说他要去开会了 郭新年这才满面春风地转头离开 而温迪看着手中的计划书也是一头雾水 于是十分嫌弃地将他和礼物都扔进了垃圾桶 殊不知刚刚的这一幕全被内兰看在了眼里 刚开始温迪还以为郭新年只是一个送礼走后门的关系 直到会议结束后他才匆匆反应过来 温迪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一切的误会都来自于那张拿错的名片 纳兰文言哭笑不得 原来郭新年一直把他当成了温迪 同时他还决定把这个美丽的误会引安下去 所以在快要下班的时候 纳兰又重返回去把扔掉的东西又捡不出来 因为只有他内心清楚 这份计划书是郭新年想要翻身的唯一机会 可就当他准备将计划书带回去好好分析时 前男友金城却突然把他骗到了家里 结果万万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意外 行了圣女 现在碰不得了是吧 金城还想继续 结果却被内兰推进了泳池 回想起他曾经做过的那些脏事 再加上他毫无上进心的态度 纳兰再也忍不住提出了分手 可金城却认为他家里有的是钱 虽然两人在一起整整八年 但此刻的内兰却已决心不再妥协 因为他打心底里看不起这种没有上进心的男人 结果万万没想到当他离开的时候 却不小心将朋友的项目计划书落在了沙发上 殊不知他即将闯下一个弥天大火 金城不甘心就这么失去内兰 决定做出点成绩让他看看 而正当他不知道做什么项目时 无意间发现了内兰遗留下来的计划书 他很好奇地打开文件带翻看 不一会脸上就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于是立马就喊来了父亲留在自己身边的管家劳董 同时还装目作样地要把资料传给香港公司的董事会 移动互联网手机软件 绝对是未来最有发展前景的事 甚至他还要和国内最大的通信运营商合作 要求老董明天就帮他约见几大运营商老板 另一边 这份项目计划书的原创者郭新年打电话给奈兰 询问他自己的报告是否有发展前景 什么报告 就是我软件开发的可行性报告啊 可行性报告 奈兰猛然间想起报告被自己落在了金城家 刚开始他确实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但仔细一想像金城这样的花花公子 即使看到了也无妨 所以两人起初并未把这件事情放心上 然而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金城通过与几大运营商合作 再加上父亲香港财团的支持 短短几天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并且他把郭新年摩金的项目改名成了杰讯 同时还把父亲专门从香港请了过来 目的就是为了让金正邦参观完公司后能给自己投资 可金正邦却表示研发的经费得靠金城自己融资 那可不行 但是金正邦想起奈兰就是投资公司的经历 如果有他的支持那资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怎么还没喝好 我最近太忙了没时间见他 见状金正邦还提醒他 奈兰的投资公司是行业龙头 并且下个月就要组织一场项目对接会 起初金城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 但没几天工程师却表示研发出样品还需要半年 殊不知他的这一番发言彻底惹怒了金城 你做得出来是有人格的 你做不出来我还不如养条狗呢 你专业什么都不懂 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什么都能做 不出所料工程师已经被揍的鼻青脸肿躺在地上 上一秒的他有多嚣张 此刻的他就有多惨 随后金城拿出15万让他一个月内做出软件 如果顺利完成的话还会一次性奖励他50万 也就是他这种残暴的管理方式 让他的公司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而相对于剽窃项目的金城 原创者郭新年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 因为此时此刻的他还在为启动资金发愁 男人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结果差点撞死路边执勤的焦景 你想创死我呀 可谁料男人还没来得及道歉 却又被后面的女司机给追尾了 而撞车的原因竟然也是开车发信息 焦景教育两人开车绝对不能玩手机 毕竟视线长时间离开路面很危险 然而就是焦景简简单单的两句话 却让刚准备创业的郭新年突然来了灵感 其实有办法 做一个手机成绩就解决了 比如说你想跟对方说什么 直接按着键说就行 不用打在你 这个创业只一百亿 焦景看他的眼神就像是一个神经病 可他不知道的是郭新年 刚刚这个创业的价值远远超过一百亿 而也就是女司机刚刚的这一桩 彻底改变了郭新年接下来的命运 很快郭新年就找到了 曾经一起创业的两个朋友 一个是号称天才的程序员卢卡 而另一个则是精通算术的会计师杨洋洋 这样的好处是对方不仅能听到你说的话 而且还能够感受到你的语气和心情 最重要的是可以代替打字节省时间 可卢卡听后却认为他的创意并不稀奇 毕竟打电话也能够实现他所说的三个优点 当然不一样了 打电话你得立即做出反应 对吧 多直白啊 如果用语音软件 你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和整理你要说的话 还有就是现在的人喜欢开车发信息 如果有了这一款语音软件 那么大家完全就可以把手和眼睛从键盘里解放出来 这很可能将会是人类心的一种沟通方式 而郭新年慷慨激昂的演讲 也成功勾起了卢卡的兴趣 为此他毫不犹豫的就表示要辞职跟着郭新年干 杨洋洋认为郭新年现在只有一个简单的概念 至于接下来的计划和市场前景一无所知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郭新年早有准备 他拿出语音软件的设计图 并且兴致勃勃地讲起了自己的设计理念和思路 他准备将软件设计成绿色的方形盒 打开之后里面会出现通讯录 想和谁说话就点开他的名字直接说就行 郭新年认为这款软件是有魔力的 而且还是智慧和情感的结晶 所以就将他取名为魔精 而在郭新年的鼓励下 三人慷慨激昂准备大干一番 但俗话说每一个伟大的梦想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持 为此郭新年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好兄弟罗维 在分享完这个伟大的创意后 希望他能够借自己60万 然而好巧不巧的是 罗维最近也在创业 所以身上并没有多余的钱 晚上郭新年和卢卡洋洋洋一起吃烧烤 期间当提到钱的问题时 几个人都是愁眉不展 而杨洋洋更是打起了退堂 经过他粗略计算 启动资金至少需要150万 目前郭新年身上只有小几十万 卢卡刚毕业压根就没有钱 至于杨洋洋就更不用说了 就在这时郭新年却自信满满地说起了自己的西藏之心 同时也让他明白了人生只有一次 如果不能实现梦想就是最大的失败的刀 此话一出两人都被他的豪气所感染了 没过几天 杨洋洋就给郭新年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为此他决定和卢卡举办一场假婚礼 看来目前也只有这一种办法 就这样杨洋洋带着卢卡回家见家着 然而作为程序员的卢卡又哪里经历过这场面 这是我妈 妈 阿爷 不仅如此 他甚至还猛了一下跪倒在地下 眼神睿智地请求杨妈把女儿嫁给他 这奇葩的操作搞得母女俩一阵侮辱 而随后他回答问题的时候更是漏洞百出 因为杨妈妈提出的问题 和他们之前排练的完全不一样 没办法卢卡只好临场发挥 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杨母吐槽了杨洋洋性格上的很多缺点 可卢卡却深情地看着杨洋洋 并且如数家珍一般列数了她的优点 杨洋洋听后惊呆了 她从没想到卢卡对自己印象这么好 万一到时候假戏真做了那刻怎么办 却不料就在这时杨妈突然来了个神助攻 今天晚上你们就住这吧 住 就不住了吧 怎么会住呢 虽然杨洋洋的内心特别排斥 但为了早点拿到钱她也只能被迫妥协 好在隔天一大早 杨妈终于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交给了杨洋洋 因为她觉得卢卡这人虽然有些呆头呆脑 但毕竟人还算老实 杨洋洋听后突然有些于心不忍 可杨妈却通情达理地让她拿着这些钱和卢卡一起创业 而有了钱之后 创业三人组更是开心地来到超市疯狂购物 接着又去了杨洋洋的房间里举杯供应 就这样三个人一直喝了个通宵 然而万万没想到隔天一大早 杨妈妈突然来到女儿的房间 结果走近一看却发现 杨洋洋的床上静躺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这让他实在是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卢卡 见状卢卡赶忙上前叫醒杨洋洋 接着又立马喊醒了睡成死猪的郭新年 这时卢卡就开始狡辩 说他们原本是三个人睡床上的 但是后来发现太紧了 所以他就自己跑到了浴缸里去睡了 三人七嘴八舌一通解释 但最后还是没能抵挡得住杨母的怒火 这下事情可算是闹大了 由于郭新年创业没有启动资金 导致他每天就只能带着团队在咖啡店里蹭网 并且三个人点一杯咖啡一坐就是一整天 但很快他们的行为就被老板娘察觉出了一场 老板娘并没有拆穿几人 只是有一件事他特别好奇 他看郭新年一上午时不时都会喝几口咖啡 那为什么现在杯子里的咖啡还是满的吗 老板娘复制一笑 而也就是这一杯咖啡 让几人的缘分渐渐步入了正轨 在接下来的日子 老板娘时常会偶遇他们 他也渐渐地对三个小青年产生了兴趣 于是便将几人都召集在一起 表示自己在咖啡馆看过无数个创业青年 但像他们这么有自信的还是头一次见到 所以老板娘想知道他们目前有没有找到投资 同时还兴致勃勃地询问了他们计划书的情况 而通过一番详细的了解过后 老板娘很快就帮几人找来了一个专业的天使投资人 接着高迪坐下来后非常专业地分析了他们的项目 目前郭新年想要开发的是一款手机上的语音软件 虽然创意非常完美 但同时眼下也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这款软件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二是研发出软件样品的周期是多久 三是在北上广租一台十兆带宽的服务器要花费多少钱 把咱们仨放一块称一称 按熊掌件卖 咱能做不起这服务器啊 可郭新年却表示加上眼前这两位就够了 并且伸出手邀请他们做自己的天使投资人 却不料高迪犹豫在三后竟果断拒绝了 因为他认为郭新年并没有给出一个能够说服他的理由 郭新年吃准了两人会投资他的项目 而高迪和老板娘最后也没有让他失望 郭新年听后表面上十分平静 但其实内心早已乐开了花 于是当羊羊羊把笔递给他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就转头准备签字 却不料老板娘突然将他制止 因为他们双方还存在一笔对资协议 那就是要求郭新年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产品出息 但这在卢卡看来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就连郭新年也觉得这样的条件过于苛刻 可高迪却认为移动软件日新月仪 万一被别人抢占先机那投资的200万全都会打水漂 郭新年豪爽的大笔一挥在佛同书上签了字 随后几人开心地举杯庆贺 这一路走来确实很不容易 而郭新年最想感谢的就是提供帮助的内兰 于是他便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他 表面上两人是很要好的闺女 但其实背地里却是个怀鬼态 因为这次的项目对接会还会有一家公司 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罗伟 竟是温迪谈了八年的地下男友 所以她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内兰帮助郭新年 双方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 男人说他要成为世界首富 结果却被老板无情开除 甚至还要求他当场脱下公司的制服 为此罗伟忍无可忍直接就掉了老板的假发 你手才 你就是笨蛋 纯粥 你回事吗 大爷我不许遗憾 老板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 没办法罗伟只好硬着头皮扒下裤子 露出了他那红色性感的四脚裤 大爷不干了 不仅如此 临走时他甚至还不忘嘲讽一下老板 或许这就是打工人最后的倔强吧 但对于罗伟来说 这次的选择彻底改变了他接下来的命运 很快罗伟就开发了一款名叫胡油的软件 并且愁愁满志地创立了公司 俗话说每一个成功的公司 都离不开一个能够画大饼的老板 为此罗伟便开始对着员工们吹牛逼 说胡油很快将会启动世界顶级公司的A轮融资 然后是B轮融资最后成功上市 到时候在场的各位都是原始股东 每个人的身价最少不低于15个亿 不得不说罗伟的演讲确实很有感染力 然而理想虽然很丰满 但现实总是那么的残酷 很快公司开始运作后 罗伟就发现胡油陷入了困境 因为像胡油这种聊天软件 现在满大街都是 所以在开发的过程中 他们是举步维艰 但好在这是罗伟突发灵感 那就是在胡油里增添其他功能 除了简单的聊天和发送邮件以外 还能够玩游戏订车票点外卖等一系列功能 公司的职员们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可罗伟却认为只要有梦想 就一定可以实现 但俗话说每一个梦想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持 由于目前账上的现金流严重不足 导致公司随时会有破产的风险 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得到洛菲斯的投资 但好消息是洛菲斯即将举办一场项目对接会 这一次的项目对接会 还有哪些公司参加 查过了 还有你们铁哥们 新年科技 原来好兄弟郭新年也要参与这次对接会 对此罗伟压根就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好在他手上还有最后一张底牌 那就是和他谈了八年的地下女友温迪 恰好是洛菲斯投资部的小助理 现在做语音媒体开发软件的只有两家 因为总经理内兰和郭新年是很要好的朋友 所以他自然是要力保新年科技参与此次对接会 于是会议结束后 温迪立马向罗维透露了洛菲斯的内部消息 而罗维收到消息后 也赶忙修改了他们的项目计划书 到了对接会这天 罗维在洛菲斯刚好遇见了温迪 但两人对视片刻后却装作不认识各自离开 就如温迪所料 罗维向洛菲斯介绍完胡游后 立马就赢得了大家的一致掌声 包括彭总在内都很看好这个项目 就在前不久内兰向京城提出了分手 却不料临走时将朋友的项目计划书落在了他家里 一开始内兰并没有当回事 直到这天小助理给他送来京城的计划书 纳兰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火 因为计划书里的内容和他朋友的简直一模一样 由于事情紧急 奈兰第一时间想要找到郭新年 决定当面道歉并和他解释清楚 可谁料车子刚开到半路 就接到了总裁打来的电话 因为下午要举行投资对接会 所以总裁要求他十分钟之内必须回到公司 就这样他再一次把事情耽误了 而这次对接会的目标 恰好又是京城靠着剽窃所创办的新公司 会议室内 京城吊儿郎当地向投资公司宣传产品 一套流程下来总裁等人都特别允议 唯独内兰英诚哥脸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面对质问 他却说跟不跟洛菲斯投资取决于内兰的态度 于是会议刚结束 奈兰就一路追到公司楼下 并且再次质问京城 虽然京城直接承认了他不是这个项目的原创 但他却恬不知耻地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线 由于意识情绪激动 奈兰索性找到总裁并不真相说了出来 可总裁却认为内兰和京城的关系特殊 很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判断 甚至还直接让他回避这个项目 迫于无奈 奈兰又只好第三下四地找到京城求情 说他朋友郭新年把这个项目 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并希望京城可以放弃这个项目 万万没想到京城说 他对创业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个项目他完全可以不做 但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内兰必须马上和他结婚 甚至还放话他会让老爹拿出20个亿作为财业 而内兰自然是不愿意和渣男结婚 很快郭新年就得知了项目被剽窃的事 他气愤地打电话质问内兰是谁干的 我干的 内兰愧疚地说这都是他的错 是他不小心把计划书丢在了京城家 而且他也没想到这个好吃懒做的花花公子会剽窃他 可就算把他骂哭了又能怎样 郭新年诉说着他创立这个项目的艰难历程 而内兰就这么一直听着 但说实话他的表情实在太淡定了 丝毫没有看出来有一点愧疚之心 随后内兰表示郭新年如果要告京城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出面作证 谁料郭新年听后突然激动不已 因为他一个离婚官司就打了整整两年半 就算现在和京城打官司 即使赢了又能怎么样 现在的互联网行业根本不得了 我什么都来不及了 自从郭新年筹集到启动资金后 便很快带领团队研发出了新软件 而这款语音软件虽然大家都不陌生 但放在十年前却是一项伟大的发明 他只需轻轻用手按住语音键 接着对着手机说出你想说的话 最后松开手指 刚刚说的话 就会通过语音的形式传送到另一台设备 虽然语音软件已经研发完成 但想要成功上线就必须获得洛菲斯的投资 好在他有个朋友内兰就是洛菲斯的总经理 为此郭新年便把项目计划书发给了内兰 可内兰看后却觉得100页的PPT太长 毕竟他们洛菲斯不是互联网讲堂 断气实质不如断气一质 所以必须要抓住重点 说清楚什么才是摩金的特点和优势 郭新年听后有些触动 于是便决定将计划书压缩到三页以内 殊不知他的想法很快就遭到了洋洋洋的反对 原因是这100页的计划书他写了整整三个月 一时间团队内部争执不一 没办法大家只好举手表决 但显而易见最后还是郭新年胜出 很快到了项目队接会这天 原本洛菲斯就只给了他们半小时的时间 可郭新年因为迟到就已经耽误了15分钟 无奈他一上来只好见走偏锋 突然问起在场的洛菲斯员工是否都有车 紧接着他邀请温迪上来帮忙 让他配合自己模拟一出正在开车的场景 打个比方这时你要去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好巧不巧在去的途中遇到了堵车 由于事情紧急 所以你需要编辑一条短信息发给领导 告诉他你会迟到半个小时 你都打 堵 非常堵 我可能 爆 撞车了 很显然温迪在发送信息的过程中 视线整整离开了路面20秒 更何况这20秒仅仅只打出了5个字 一时间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接着郭新年又邀请奈兰上台 同样是模拟和刚刚一样的场景 但不同的是这次不是编辑短信息 而是点开他们团队刚刚研发的语音软件 你把你要说的 按住这个小麦克风说出来 然后我就会收到 按照郭新年的意思 奈兰说出了温迪刚刚编辑的那5个字 很快郭新年的手机上就收到了一条语音短信 随后他再将语音播放给大家听 郭新年的现场说叫成功引起了彭总的强烈兴趣 然而这还没完 因为模经不仅仅只是把人的手和眼睛 从键盘里解放出来 而且通过语音的形式 还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语气和心情 并且和打电话不同的是 语音软件不需要你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这会让你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和整理你要说的话 如果这款软件能够成功上市 那这很可能将会是人类心的一种沟通方式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不出意外的话 他很快就会得到洛菲斯的融资 结果万万没想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因为与他一起竞争的好兄弟罗维 为了得到融资竟动起了内蓝的歪心思 男人要和女朋友的领导约会 可女友得知后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装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因为这是他和男友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 很快罗维就将那蓝约了出来 无能得到洛菲斯的投资 但作为洛菲斯经理的内蓝也不傻 于是直接切入主题 我们聊聊忽悠上线的事吧 既然说到这儿 你个人觉得你们洛菲斯投我们有多大希望 非常大 要不然我也不会忍着恐恶症跟你来这儿 内蓝无意间的一句玩笑话 却让罗维产生了误会 于是送到家门口的时候 他竟直接亲了内蓝一口 我也是 再见 看着内蓝离去的背影 罗维一点点陷入了沉思 谁料这是温迪突然冲了出来 并强行将罗维拉至车里 因为温迪和罗维是地下恋情 所以两人的关系外人毫不知情 而温迪害怕罗维和内蓝假戏真做 于是气急败坏地询问他今天到底干了什么 可罗维却说这么做都是为了他们的未来 这时渣男罗维就开始CPU恋爱恼的温迪 说温迪当初卖了房子也要支持他创业 所以没他就没有现在的胡游 就因为这件事情 罗维这辈子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 温迪被罗维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完全陷入到了他的花言巧语中无法自拔 可谁料一夜缠绵过后 温迪又突然清醒了过来 还是不放心罗维会守住底线 那你向我发誓 不许喜欢纳兰 罗维没有发誓 而是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温迪 没想到温迪再一次相信了 殊不知这将会是他最后悔的一次选择 第二天在洛菲斯的办公室里 纳兰就质问温迪是否瞒着他 将胡游私自上报给了总裁 虽然温迪打死不愿承认 可一旁的马丁却说胡游的周报 只有温迪一个人接手 说得好像我跟胡游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温迪再次否认自己在帮罗维 于是奈兰等马丁走后 悄悄凑到温迪面前 故意把罗维在追他的事说了出来 果然温迪听后有些情绪失控 呆愣在原地十秒后突然说道 你们开始约会了吗 我跟他见面 就是想知道 究竟是谁在私底下搞利益交换 原来内兰早已发现公司存在内鬼 但就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于是隔天他特意找到温迪的男闺蜜 并且通过套话得知温迪并非单身 既然如此 那兰所幸就以买健身课为由 想要教练给他一张温迪男朋友的照片 就这样教练每天在公司楼下蹲守 恰巧这是罗维又来找那兰约会 而教练看到后则立马拍下了照片 并且把照片发给了内兰 还说这就是温迪的男朋友 看来内兰并没有猜错 但他却没有第一时间把事情调明 而当他把内兰送到家门口时 突然接到了温迪打来的电话 你还跟他在一块吗 我跟你说他已经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今天就是他做的局 见事情暴露 罗维也不再保留 他向内兰抛出橄榄枝 只要他肯支持胡有 罗维愿意拿出一半的股份给他 甚至还恬不知耻地 要把自己的将来给他 可那兰却询问他温迪怎么办 如果我说 我觉得你比温迪更适合我 罗维说的是真心话 因为金钱对他来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但就是没料到他刚刚的这一番话 全被奈兰用录音笔给录了下来 奈兰警告他如果再敢搞小动作 那他就把录音笔交给温迪 这一局罗维输得很彻底 而奈兰本想将温迪的行为上报给公司 可谁料温迪竟泪流满面地开始诉苦 富二代公开抄袭他人创意 结果彻底惹怒了台下的原创者 而郭新年之所以如此生气 是因为京城不仅剽窃了他的项目 甚至还派人摧毁了他的研发成果 于是郭新年为了报复 便要求记者把摄像机都对准自己 我就不信了 你靠抄袭靠剽窃就能做出世界级的作品 我呸 郭新年说完潇洒地转头离开 可此时的京城却并没有把这个穷小伙当回事 殊不知这将会是他做过最后悔的一个选择 回到摩金的研发基地 郭新年的两个合伙人正在收看杰讯发布会 但当看到杰讯的功能和界面跟摩金一模一样时 高迪忍不住破口大骂 而当两人一直在不停吐槽时 郭新年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他们不是一直不要脸吗 不是一直在剽窃我们的东西吗 那我们能不能想到办法做一个东西 是他们剽窃不了的 为此郭新年当即就向两人表达了自己的新思路 那就是在摩金里加入群功能 并且创造一个像会议室一样的空间 允许多个人加入进来同时语音说话 在这期间他们可以自由地组合分开 而且还可以为空间命运要想命名的主题 这其实就是移动互联网的QQ 但是我们比他更自由 其实说了这么多大家能够隐约察觉到 郭新年所说的就是现在公司开会都在用的猛钉 徐家营和高迪听后都惊呆了 不仅连连称赞郭新年是个天才 同时还爽快地答应再给他投资150万的研发资金 为此郭新年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卢卡 然而郭新年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由于他把这一想法分享给了投资界的大佬 导致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京城的耳中 郭新年 我看我们需要见一下了 尽管众人一再劝说可奈何郭新年非要见面 因为他认为是时候该和京城做一个了断 很快两人约见在了一间废弃的旧仓库 一上来京城就扔出两个沉甸甸的手提箱 在郭新年疑惑的目光下 手提箱慢慢被打开 整整两百万的现金突然就出现在了他眼前 京城想要一次性买断郭新年的摩金 让他拿着这些钱和股东们分一份 同时他还愿意给郭新年个人一笔截讯的股份 摩金是我的孩子 你要我把孩子卖了 那我后半生怎么过 眼看一言不合 京城索性撕破脸开始威胁郭新年 说他上次派人撞的是研发基地 但下次说不定就会撞到他这个人 所以我这种人伤不了俺 说完再次潇洒地扬长而去 而合伙人看到郭新年完好无损地出来 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但为了总结前两次失败的教训 和避免受到京城的威胁 合伙人特意为团队寻找到一个秘密基地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们这个团队将会在这里完成软件开发 而为了防止走漏风生 徐家营还让大家把手机全部上交 直到软件成功研发出来为止 因为过几天投资对接会就要开始了 所以他们必须提前将软件上架到商店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 他们除了吃饭就是工作 但好在工作不负有心人 很快团队在不懈地努力下 成功研发出了新软件 并把它上架到了苹果和安卓商店 隔天一大早 所有人都赖在床上不想起来 因为他们实在不敢面对努力过后的结果 唯独郭新年早早醒来 他坐到电脑面前喝了一口水 随后打开了两个商店的页面 结果却惊奇地发现 我精进成了软件商店推荐榜的第一名 自从郭新年克服困难创办出软件后 便带领团队盛装打扮来到投资公司 而这次与他竞争的还有另外两家 一个是他的表面兄弟罗伟 还有一个就是抄袭他创意的富二代金城 单从资金和人员配置上两人都更胜一筹 所以谁都没有把这个穷小伙放在眼里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郭新年接下来很快将会打疼他们的脸 没多久项目对接会正式开始 三家语音软件公司同时参与竞标 除了五分钟的演讲以外 最重要的还是看他们软件上架后的下载量 而胜出的那一家将会获得洛菲斯的巨额融资 首先第一家发言的是富二代金城 他一上台就开始极力宣传杰讯的优势 并表示客户使用杰讯每发一条语音 他们都会收取一块钱的费用 而当有分析师质疑金城收费不合理时 他又会毫不犹豫反击根本不给对方面子 接着又有人认为杰讯很难成为生活必需品 可金城却蛮横地表示他将软件捆绑在了手机上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170万台手机上含有杰讯 也就意味着有170万个人在使用杰讯 为此金城十分自信地向大家保证 如果能够得到洛菲斯的融资 那杰讯很快将会完成上市 一阵掌声过后 第二个上场的是同样抄袭郭新年的罗维 只不过和郭新年不同的是 罗维的胡游除了语音功能以外 还增添了很多生活类的服务 比如点外卖订车票查看天气等等功能 但这些也仅仅只是他掩盖自己抄袭的一块遮羞 随后罗维用两周下载量110万的数据向大家证明 他的胡游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果不其然 彭总看完数据后对胡游未来的发展大为期待 而最后一个轮到郭新年代表魔精上台发言 然而此时的郭新年却被两个抄袭者气得不轻 于是就表现出了一副很不自在的样子 毕竟在两个强敌面前 他的魔精几乎没有胜算 此话一出合伙人当场急眼 就连其他人都不敢相信郭新年这个天才演讲家 今天为何会如此沉默寡言 而彭总也看出了他消极的态度 于是便询问他魔精的下载量是多少 不知道 没想看 就一天 肯定没有他们两个 查一下 一时间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仅仅只上架一天时间的魔精 下载量近惊人的达到了600多万 甚至下载数据还在不停地往上涨 每一个人都有被深深震撼到 大家都不约而同站了起来 呆呆地望着大屏幕 一开始郭新年并没有意识到 可当他转过头看到下载量后 却惊恶地说不出话来 所有人都意识到魔精缔造了一个近乎神话般的传奇 很快郭新年在奈兰的帮助下 成功获得了洛菲斯的巨额融资 并且还创办了一家市值几个亿的公司 结果万万没想到到了约定这天 郭新年一连给奈兰打去好几个电话 可奈兰却因及时不小心把手机落在了家里 没办法郭新年只好来到投资公司寻找 恰好这时他撞见了温迪上楼的身影 此时的郭新年还一直把温迪当成奈兰 于是便偷摸跟踪温迪来到他的住处 刚一见面温迪确实有些不知所措 但渐渐地就明白了郭新年把他当成了奈兰 为此在这期间他做了很长的心理斗争 起初温迪略带有一些排斥 毕竟他们两人从未产生过感情 但话又说回来 曾经这个他一直看不起的穷小伙 如今身价却已经暴涨到上瘾 于是这让一向拜金的温迪渐渐失了自己 与此同时 渊种内兰看到了郭新年发给自己的留言 里面全是郭新年的深情告白 而内兰听后则满含笑意地给郭新年打去电话 对得迷迷糊糊的郭新年接起电话 却没想到这时温迪突然开口 见状内兰立马挂断了电话 同时他的爱情观在这一刻也彻底崩塌了 次日一早醒来 郭新年得偿所愿般一个近的傻笑 甚至还决定把自己摸进5%的股份交给温迪 因为他一直以为是温迪在背后默默帮他 而温迪则心情复杂地望着郭新年 明明知道他认错了人 但却没有直接道破 毕竟这几百万的股份是一笔不小的诱惑 没多久温迪带着幸福的笑容返回洛菲斯 并且开门见山地询问奈兰是否爱郭新年 纳兰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 迟一片刻后又说他们两人不可能 温迪听后得意地笑了 接着立马又把昨晚发生的一切合盘托出 并表示他和郭新年之间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 温迪平静地说分手需要痛苦很久 但是爱上郭新年却只需要一分钟 纳兰难以置信地望着温迪 就在这时他的电话突然响了 见状温迪一把抢过手机 看到温迪做事如此决绝 纳兰被气得头也不回准备离开 见温迪追上来 她立马气呼呼地一把甩开她的手 并且愤怒地指责温迪是个卑鄙小的 而当听说她收了郭新年5%的股份后 纳兰更是气愤地扇了她一耳光 可温迪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还欣慰地笑 因为她认为这样一来两人就扯平了 你吼此为止 于怒未消的内兰气冲冲离开 但几人之间的误会却还远没有结束 这天郭新年以合作者的身份来到投资公司 为此彭总向她一一介绍了在场的所有人 其中最主要的是她的左膀右臂 一个是投资部的小助理温迪 还有一位 纳兰 当纳兰的名字被说出后 郭新年瞬间愣住 她疑惑地看向一旁的温迪 而温迪则用很不自然的脸色连忙避开她的目光 一时间郭新年魂不守舍 她回忆起和温迪认识的整个过程 愈发觉得这件事情很稀巧 他要来叫你温迪 温迪是我的英文 逐渐清醒过来的郭新年 用眼神死死地盯着内兰 没办法内兰只好借口离开会议室 见状郭新年立马追了上去 两人在过道上四目相对 跟我说句话好吗 就说一句 我求你了 我是奈兰 没人不早告诉我 现在不是知道吗 此话一出 郭新年的泪水瞬间夺框而出 她很想解释点什么 但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就这样心如刀割的内兰默默地从郭新年身旁走过 回去之后 郭新年看着和奈兰的聊天记录 在回忆起奈兰帮自己创业的整个过程 她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自责和愧疚 就在这时 温迪时去地拉着行李箱走到郭新年面前 并表示自己将会把那5%的股份退还给她 然而郭新年在乎的却不是那一点股份 而是真心希望温迪能够对自己说一次实话 郭新年一直以为温迪是奈兰的英文明 得知真相后的她连伤了自己好几个巴掌 见状温迪又立马打起了感情牌 说那天自己正好和前男友分手 为此迫切地希望能找到一个情感的寄托 好巧不巧就在这时郭新年突然来找自己 并且还说要用下半生来陪伴自己 于是贪念那份承诺的她也就迷失了自己 说完温迪头也不回地就准备离开 结果万万没想到郭新年突然将她叫住 并且表示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自己 请你原谅我 我爱上了你的身体 和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体 这一句话简直太太太太太太炸裂了 更离谱的是郭新年还祈求温迪留下来 把之前的一切都忘掉两人重新开始 随后迟一片刻一把将温迪搂在了怀里 但俗话说假的东西终归也还是假的 毕竟内兰才是郭新年人生和创业路上的唯一情感寄托 而接下来温迪也很快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在一年一度的互联网大会上 郭新年推出了自己刚上线的语音软件摩金 而一同上台的还有和她竞争的京城 外加和京城合作的两家通讯公司 为此发布会议开始 郭新年就向观众展示了摩金的强大功能 并承诺用户可以在她的软件上免费发送无限数量的语音信息 京城质疑摩金是否真的免费 毕竟摩金占用了运营商的网络资源 而且摩金并没有支付任何费用用来铺设和维护网络 你是个寄生虫 是个穿西服的贼 京城的话引发了现场观众的争议 因为谁都不愿意为免费的事情付出代价 而京城之所以会极力诋毁摩金 是因为他自己的语音软件每发一条语音信息 就需要支付一块钱的费用 所以为了生存下去 他必须要当着众人的面打败免费的摩金 郭新年将摩金和运营商的关系 类比成了当年蒸汽机淘汰马车一样 他认为摩金的免费模式同样也是一种创新 虽然在这期间会消耗大量的网络流量 但这却不意为他们不缴难服务器的钱 然而运营商却表示电信业务是国际民生的一部分 必须要有国家牌照 而摩金的免费模式则违反了这一项规定 郭新年笑了 因为他从没听说过开发一款软件还需要登记牌照 同时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 他在合理使用服务器的情况下 还需要另外给运营商的公共系统缴费 你这叫什么创新的力量 你这是在用不正当手段洗劫国有资产 京城的话音刚落 所有互联网人士都沸腾了 有的人支持京城 而有的人则支持郭新年 就在这时大佬李奔腾站出来为郭新年辩护 他认为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势必会淘汰运营商们的基础通讯业务 可谁料京城仍旧不死心 他继续指责摩金就是在浪费公共基础系统 而正当双方的辩论陷入到僵局时 摩金公司的投资部经理内兰突然站了出来 同时他的出现也让整个场面变得异常紧张 内兰指出公共资产是属于全民的 而不是一门生意 更不是某些利益集团的私有财产 内兰的发言让京城无言以对 现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然而即使这样 好兄弟罗维却并不看好郭新年 他向温迪讲述了一个老王和小杨的故事 以此来暗示郭新年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但这却并不能阻止运营商的攻击 同时也隐喻摩金压根就不是运营商的对手 发布会结束后 郭新年则对内兰表达了感激之情 虽然内兰表面上说是为了公司投资安全着想 但实际上是他的心里始终放不下郭新年 而经历完这一场激烈的互联网大战后 郭新年沉浸在了美好的未来之中无法自拔 男人无意间发现 自己的前女友竟和好兄弟抱在了一起 万万没想到温迪无意间的一句话 竟彻底成了压死罗维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此他强压心中的怒火将郭新年叫至一旁 询问他和温迪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怎么了 他到底是不是你的女王 说 此话一出 罗维直接一拳打在了郭新年的脸上 而郭新年也不顾他人阻拦 直接冲上前对罗维展开了反击 就这样这对曾经一起奋斗过的好兄弟 在全国互联网大会上当着众人的面扭打在了一起 虽然两人最后总算被拉开 但由于影响恶劣还是被请进了派出所 而在派出所的调解室内 罗维在此询问郭新年是什么时候跟温迪在一起的 郭新年回答在他创业成功的那天 罗维听后当场愣住了 因为就是在那天他和温迪刚分的时候 郭新年听后简直不敢相信 毕竟他去罗维家住的时候从来没见过温迪 因为罗维作为一个创业者要和投资者避嫌 所以这两年他和温迪一直属于地下恋情 同时他也很好奇 既然郭新年不认识温迪 那为什么会突然和他在一起 罗维听后差点当场去世 自己的兄弟不仅铺错了女朋友 而且这个女朋友还是自己刚分手的前女友 到底是怎样一个神仙编剧才能写出这样离谱的剧情 得知真相后 罗维实在是没理由责怪郭新年 同样郭新年也欣然接受了罗维打他的那一拳 既然误会都已经解除了 两人也就没在记恨对方 毕竟温迪才是挑起这场矛盾的导火索 要不是他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 郭新年和罗维也不会落得如此窘境 而郭新年刚刚的举动 也让温迪察觉罗维已经将他们的事情全盘拖出 所以他现在想的是接下来如何向郭新年解释 另一边 小弟很好奇他们俩兄弟为何会突然打一架 可罗维却表示失去温迪是他这辈子犯过最大的错 小弟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大冤种 当晚郭新年回到家 温迪还特意准备了红酒 准备在郭新年开口质问前 先向他讲述自己和罗维的故事 然而郭新年却淡淡地表示 罗维都已经告诉自己 郭新年认为罗维虽然打了他 但在这件事情上自己还是很同情他的 因为罗维这两年对温迪付出了所有 可在他创业失败人生低谷的时候 温迪不但没有与他风雨同舟 反而还在这关键时期抛弃了他 你是说我是一个坏女人吗 郭新年说自己离过婚 所以他特别清楚遭受了这样的伤害 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的痛 明里暗里都在讽刺温迪确实是一个坏女人 你别往下说了 接着温迪又反驳说 整个过程中受到伤害最大的人是自己 可既然这样 郭新年便质问他明知道自己和罗维的关系 那为什么事先不告诉自己并且还一直隐瞒 以为我害怕失去 说完温迪伤心地起身离开 自从郭新年研发出语音软件后 便很快被大佬李奔腾请到家中 表面上说是想要和郭新年寻求合作 但实际上却是要把他的魔晶收购到自己的麒麟中 温迪在一旁连忙提醒他 现在的魔晶需要更大的平台 然而郭新年却表示互联网就是自己的平台 面对着李奔腾开出的诱人驾马 郭新年丝毫没有理会反而侃侃而谈 最后总结说自己并不想被麒麟收购 最后李奔腾留有余地的希望他好好考虑 并且还表示自己的提议在很长时间内都有效 因为此时的他内心特别清楚 狂妄自大的郭新年中会有一天来求到他 随后郭新年回到魔晶公司 发现大家都在一脸严肃地看着他 直到温迪提到李奔腾 郭新年这才得知 原来大家对他拒绝麒麟收购的举动很不满 这是高迪让他给出一个拒绝收购的理由 我们已经终结了所有的短信业务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终结麒麟 我要让他们都变成昨日横花 此话一出 股东们大眼瞪小眼 因为但凡是一个正常人都不会说出如此狂妄的话 面对大家质疑的目光 郭新年慷慨激昂地向众人描绘着自己的商业蓝图 他准备把魔晶开发成一种生活方式 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软件 郭新年的一番演讲说得大家心潮澎湃 同时也赢得了现场所有人的热烈掌声 但俗话说理想很丰满 而现实总是那么的残酷 没多久魔晶的投资公司就收到了一则坏消息 运营商们逼着魔晶收费 导致魔晶免费使用的优势就会迅速失去 所以现在唯一的生机就是让郭新年同意麒麟收购 只有背靠麒麟这个实力强劲的大平台 魔晶才有希望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所以你还有个人 说服郭新年 而内兰所说的这个人就是温迪 毕竟温迪才是郭新年现在的女朋友 或许她说的话郭新年能够听进去 然而温迪却表示太难了 因为就在刚刚她还尝试过劝说 只可惜郭新年压根就没有理会 无奈内兰只好说出了事情的严重性 目前几大运营商正在联手起诉魔晶 魔晶都已经处在了生死边缘 可温迪却还在为感情的问题争风吃醋 一方面她占着魔晶5%的股份 同时还每个月拿着投资公司的工资 奈兰实在是搞不明白她到底是属于魔晶还是洛菲斯 万一彭总问起来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你就实话实说吧 那样我就无路可走 我就可以真的辞职了 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温迪想要辞职 毕竟这一点工资在股份面前一文不值 于是接下来她便向彭总坦白了一切 并且当面向她提出了辞职 然而彭总却并不打算放过她 于是因着个脸询问这是还有谁知道 奈兰 彭总听后人都傻了 于是第一时间将奈兰叫到办公室 询问她和郭新年到底是什么关系 从头说 奈兰竹童倒豆子一般 向彭总陈述了自己帮助郭新年的前因后果 这时彭总就很纳闷了 既然奈兰帮助郭新年创业成功 那郭新年为什么会把股份给到温底 他不错人了 这中间的故事可谓是相当的炸裂 可彭总却管不了那么多 他只知道自己的左膀右臂一直在背后倒 这在投资公司是一件特别忌讳的事 都在骗我 你们都在骗我 奈兰反问彭总是否需要自己辞职 可彭总却愤怒地警告奈兰不要再威胁自己 毕竟现在他们投资的摩金危在旦夕 所以为了弥补之前犯下的错误 他吩咐两人必须全力以赴帮摩金度过危机 首先作为女友的温迪率先出马 但此时的形势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 面对运营商们的联名起诉 股东们纷纷想要卖掉这个随时都有可能破产的摩金 可唯独郭新年坚持要带领摩金走出困境 看到郭新年一脸的不合作 老板娘就劝说摩金并不是他一个人的 不能一讨论问题就是这样一副态度 况且摩金现在正面临起诉 万一被法院封了那可就什么都没了 现在就连温迪都认为郭新年应该卖掉摩金 此时的郭新年已经到了封魔状态 因为他把摩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把他卖掉 我不赚钱了行了吧各位 我帮你们赚钱 但是你们得支持我 然而以目前的形势 高迪还是劝说他能够现实一点 看到股东们都不理解自己 郭新年心灰意冷之下约见了奈兰 因为在他创业的这条道路上 唯有奈兰才是他精神和心灵上的唯一寄托 而这次也是两人的第一次非正式见面 郭新年从里到外都写满了尴尬二字 毕竟原本奈兰才应该是他的女朋友 而且那5%的股份也应该是属于他的 所以这次他想听一听奈兰是什么意见 你说的我听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因为摩金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孩子 而就如郭新年所猜想的一样 奈兰也特别反对卖掉摩金 原因是以摩金现在的发展趋势 未来很有可能将成为一款世界级软件 况且在被起诉的问题上 摩金是不是非法竞争现在还不知道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 宁可被打死 都不能被吓死 有了内兰的支持 郭新年瞬间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于是他立马回到公司重新召开股东大会 并在会上为刚刚冲动的行为向大家道歉 解释自己并没有把摩金当成是自己一个人的东西 郭新年表达了他们当初风雨同舟的艰辛和珍贵 同时还表示自己尊重每个人的决定 不管他们谁要求离开都可以 而他真诚十足地劝说终于打动了股东们 最后他们纷纷举手表决暂时支持郭新年的意见 然而让股东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正当他们愁愁满至准备面对困难时 摩金突然又收到了一个毁灭性的噩耗 女人大半夜来看望前男友 却不料刚进门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 兄弟怎么都没想到这个曾经风光的大老板 如今竟会落魄到如此窘境 为此他一刻也不想在这多待 可罗维却突然将他叫主 表示自己做了一款新软件 过不了多久又能够东山再起 同时还希望他能够给自己提提意见 而温迪本着可怜他的原则 心情复杂地留了下来 结果当他看完后却吃惊地发现 他的这款软件竟然和现男友郭新年的一模一样 罗维不想在山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结 于是岔开话题询问他和郭新年过得好不好 温迪听后沉默了 罗维不甘心地劝说温迪 表示郭新年是永远不会爱他的 他给了我百分之五的股份 此话一出 罗维瞬间哑口无言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温迪在临走的时候 竟偷偷拷贝了一份他的新软件 回到家后 温迪小鸟一人般的依偎在郭新年怀里 坦白自己今天去见了罗维 并且有预感罗维迟早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 温迪还天真的以为郭新年是在夸他 于是得意地拿出一个U盘 说这是他今天偷偷从罗维那里复制的 郭新年打开一看 发现罗维还在山寨自己的魔精 无懈地表示他的臭毛病还是没有改 像这样的人永远也不会成功 可温迪却不这么认为 他说罗维这次的新软件做得很丰富 所以他们必须引起重视 然而郭新年却不以为然 你就真的一点也不吃醋吗 我就算吃醋 也不希望你去做鉴定 此时的郭新年怎么都不会想到 温迪的这个举动竟成功救了他一命 次日郭新年回到摩金 一进公司 他就听到了股东们正在激烈地争吵 原因是摩金被运营商起诉后 苹果商店给他们下发了一个 要在三天内下架的通知 一时间郭新年沉默不语 而高迪和老板娘却已经吵翻了天 毕竟软件一旦下架 那他们可就什么都完了 就在这时温迪和内兰也赶到了摩金 表示他们彭总正在与苹果商店的主管谈判 而谈判的结果则是 摩金在三天内下载量增加一千万 否则他们在三天后必定下架摩金 最终彭总无奈与主管达成协议 但想到如何在三天之内 让下载量翻一翻 在座的各位都是一筹莫展 与此同时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郭新年 除非他能够在短时间内 完成一次伟大的技术变革 而郭新年犹豫在三后 向大家展示了罗维的那款新软件 郭新年向大家介绍 罗维在模仿摩金的语音聊天基础上 韩星添加了一个朋友圈功能 虽然一开始他并不看好 但仔细一想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创业 所以现在他们只有不注意一只赌一把 而在围绕是否请罗维过来帮忙的问题上 股东们意见不一产生争执 但好在最后大家举手表决多数通过 唯独程序员卢卡极力反对 看到没有人支持自己 他愤然离开跑到了天台 而他之所以如此气愤也是有原因的 自己点灯熬油做出的模精被罗维抄袭 换作是谁心里也不会好受 卢卡听后瞬间没了脾气 然而让郭新年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已经有两家大公司向罗维抛出了橄榄枝 而这次约他见面的正是互联网大佬李奔腾 因为目前圈内最大的语音软件 模精即将倒闭 所以他想邀请罗维加入自己的设计团队 重新研发出一款新软件 以此来代替模精 罗维听后迟疑不决 他不明白李奔腾为什么会偏偏看重自己 我想找一个熟悉模精的人 像你这样的人 来做我的基础总监 小弟听后心中窃喜 毕竟谁都希望在大公司里效力 然而罗维却不是这么想的 既然李奔腾这么着急用它 说明自己目前一定存在某种价值 于是便表示他还需要考虑几天 李奔腾正是在和罗维做心理博弈 而正当两人的谈判陷入僵局时 罗维突然又接到了一通电话 这通电话是富二代京城打来的 他声称自己准备开发一个新的软件 甚至还诚挚地邀请罗维来做 此话一出 罗维瞬间清楚了自己的价值 于是他先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 接着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返回房间 随后底气十足地对着李奔腾狮子大开口 李奔腾听后笑出了声 他看着罗维一副桀不逊的样子 坦白这样的条件过于苛刻 而正当两人的谈话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时 罗维竟然又又又接到了一通电话 给他打电话的正是魔精的创始人郭新年 因为所有人都盼着魔精倒闭 所以他不得不找到好兄弟罗维帮忙 而两人刚一见面 罗维就毫不掩饰地说李奔腾来找过自己 这是郭新年一针见血的指出 如果罗维去了李奔腾的公司 顶多就只能充当他的一条狗 而看到罗维心领神会 郭新年直奔主题邀请他来帮助自己拯救公司 要不说两人是一起吃过苦的好兄弟 只需轻轻一点立马就达成了默契 随后罗维又重新跑回麒麟公司 郑重其事地告诉李奔腾 自己已经想好了准备去魔精 原因很简单 他和郭新年虽然是竞争对手 但却都属于创业者是同一类人 而您与您生是这个世界的同志者 创业者要做的是挑战的 说完罗维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麒麟公司 接着在郭新年的带领下来到魔精团队 来到了这个能让他完成梦想的地方 但俗话说理想很丰满 可现实总是那么的残酷 罗维来到公司后这才得知 魔精想要不被苹果商店下架 那五天内必须增加一千万的下载量 没办法他们只好输死一搏 为此罗维提出将自己软件里的创意写进魔精 却不料他的想法竟遭到了程序员卢卡的强烈抵触 他认为魔精的初衷就是简单纯粹 不应该被罗维胡乱瞎搞弄成大杂烩 从现在开始技术问题都听罗维 要听你听我不听 卢卡听后很不服气的甩脸离开 而也就是在这关键时刻 两大程序员反目成仇谁也不愿意配 这让心急如焚的郭新年怎么都睡不着 没办法他只好将奈兰叫到自己的房间 直言不讳的说现在自己心里很没底 因为魔精这一次很有可能会垮掉 然而内兰却不这么认为 他表示郭新年请罗维来帮忙 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策略 你是天生的领导者 郭新年能够听出内兰正是在安慰他 于是略带沮丧地说失败并不可怕 毕竟这样的事情他已经经历无数次了 但这次却不一样 因为魔精是他和内兰两个人创造的 郭新年感叹曾经的自己没钱没事 所以就想要倾尽全力研发魔精 为的就是魔精成功以后 能够体体面面地来见内兰 然而现实总是那么的事与愿违 当魔精成功的那一天 他竟然把内兰的闺蜜当成了内兰 后垂着头沉默不语 郭新年见他还是没有原谅自己 于是善善地起身准备离开 可当他走到门口是突然又停了下来 像是一个丢了魂的孩子 立马又折返回来蹲在内兰的身下 诚挚地坦言自己这次来找他 就是想要再听听他的声音 内兰看着委屈而又可怜的郭新年 大声地说出了那句让他记忆犹新的话 郭新年你是不是死了 内兰的声音犹如一记续命针 像是明亮的阳光穿透漆黑的夜晚 使得郭新年嘴角微微上扬 终于露出了一丝自信的微笑 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 也确确实实证明了郭新年离不开奈来 隔天在摩金公司里 被请来帮忙的罗维提出一个小建议 结果却遭到了郭新年的强烈反对 一时间罗维看到气氛不对 于是很时序地先行离开 他什么意思啊 他请你来的现在就这台路啊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找到罗维 并把他带到了京城的研发中心 京城举着棒球棍威胁罗维 如果还敢继续帮助郭新年 那他的下场将会变得很惨 另一边 摩金团队的人发现罗维突然失踪 一个个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好在这时那篮集中生智 猛然间明白这一定是京城搞得滚 于是立马驱车来到研发中心 看到地下放着的棒球棍 心想罗维必定遭到了京城的威胁 那篮怒对京城 随后顺利带走了罗维 毕竟罗维是现在唯一能够解救摩金的人 但现在有一个难题 那就是郭新年始终不愿接受 罗维提出的构想 在魔精软件里增添一个视频传输的功能 而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过后 罗维突然明白了郭新年拒绝的原因 那就是他现在根本就没有钱去租服务器 这时内篮站了出来 他同意罗维继续开发视频传输 至于研发费用的问题他来想办法 此话一出 郭新年瞬间就炸开了锅 并且恼羞成怒地质问 内篮为什么要擅自做主 况且他们根本就筹集不到三千万的费用 这个问题交给我 那兰刚想离开 就撞见了郭新年的女朋友温迪 我在楼下等你 看见男朋友与别的女人纠缠不清 温迪的心里多少有些不服气 于是他一把拦住准备离开的郭新年 询问他是否可以带自己一起去 不用了 郭新年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殊不知让温迪更扎心的事情还在后面 而在两人去筹钱的路上 郭新年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心里很没底 因为他不想像失去内篮一样 再失去他自己辛苦创造的摩金公司 这时内篮就安慰他千万别丧失信心 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帮他筹集资金 很快他就带着郭新年找到电商大佬沃云生 坦言现在摩金公司遇到困难 需要向他借三千万来升级软件 但没想到沃云生斟酌半场后 却表示他并不想参与互联网软件之间的斗争 所以希望他们还是去找互联网巨头李奔腾帮忙 没办法两人又只好驱车前往西林公司 然而很不巧的是 此时的李奔腾并不在公司 而是委托秘书接待的两人 只不过秘书的回答很是模棱两可 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否要借给他们钱 只是让两人回去等待李奔腾的通知 可留给郭新年的时间还不到二十个小时 奈兰和郭新年有了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 毕竟等待宣判的过程是最难熬的 趁着摩金还没有倒闭 郭新年把奈兰带回了家里 为此父母还给他准备了丰厚的饭菜 同时还嘱咐郭新年千万不要放弃 临走时内兰忍不住羡慕郭新年真幸福 可郭新年却认为还是因为内兰的面子的 毕竟这是父亲从小到大第一次对他这么好 那你记住啊 下次回家一定要叫上我 面对这赤裸裸的暗示 郭新年感到既惭愧又无奈 毕竟那兰才应该是他现在的女朋友 而回到摩金公司后 两人发现团队的成员们一直奋斗到精疲力尽 说明此时的他们并没有放弃 于是当内兰劝说郭新年早点休息时 郭新年却固执地说自己要等待李奔腾的电话 我俩轮班 两个小时以后你来 听话 此话一出 郭新年这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办公室里休息 期待在这仅剩的半天时间里能够发生奇迹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郭新年一觉醒来 发现已经到了次日清晨 他看到摩金团队的成员们正为成一堆在看电脑 并且表情民众丝毫没有一点喜色 于是他便沮丧地询问摩金是否已经下架 看着众人抬头后一言不发 郭新年便明白公司已经彻底倒闭了 而正当他开始宣布破产通知时 却不料李奔腾竟突然从电脑面前钻了出来 面对这莫名其妙的一幕 郭新年仍旧是一头雾水 这时李奔腾微笑着说摩金的下载量正在疯涨 随即郑重地宣布自己准备投资五千万 郭新年听后顿时狂喜不已 一把搂住了这个救他于水火之中的李奔腾 但郭新年怎么都不会想到的是 李奔腾的突然出现其实是另有所图 因为就在昨晚他偷偷约见了卧云生 两人都认为摩金和杰讯未来的潜力无可限量 所以在投资哪一家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而为了吃下语音软件这块大蛋糕 两人最后想到了一个完美的策略 所以摩金虽然存活了下来 但让郭新年崩溃的事情还在后面 通过这次危机 温迪意识到公司内部存在很大问题 所以毛遂自荐想成为公司的新任总裁 然而郭新年听后却并没有当回事 毕竟坐在他眼前的只不过是一个冒牌活 为此温迪暗自下定决心 在接下来的股东大会上展现自己的实力 殊不知他的行为最后竟彻底激怒了郭新年 很快摩金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 一提是如何处置李奔腾借给他们的5000万 首先卢卡建议将这5000万换算成股份 可徐家营却认为摩金公司未来估值不可限量 所以希望大家集体筹钱把这5000万还给李奔腾 我反对 要借你们借 我不借 我也反对 这时郭新年就很好奇 难不成这俩夫妻都把钱给花完了 杨阳阳说他要做丰兄 得花挺多钱的 此话一出众人瞬间乐开了花 但他们还不知道此时的杨阳阳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而温迪接下来的一番话 也彻底成了引爆这颗炸弹的导火索 那是魔精重要 还是丰兄重要 大家意识到不对后立马收手 唯独温迪还在这时候添油加醋 导致脾气一向温和的杨阳阳瞬间爆火 抱怨在创业初期他们成朽成朽的熬夜工作 甚至在竞争的过程中还差点让对手用车撞死 于是吐槽温迪有什么资格在这谈论魔精 温迪虽然承认了自己什么都没干 但他却表示自己是股东有权力反驳 见状杨阳阳便反问他能代表魔精吗 我代表你 你能代表你 起码我分开乎过 我努力过 言外之意就是温迪靠着出卖自己 以此来换取股份的行为十分可耻 可温迪却反唇相激地表示杨阳阳故意岔开话题 既然不讲道理那他就无话可说 杨阳阳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正因为他们之前付出的太多 所以现在不想再冒一次风险 记得在魔精快要倒闭的前一天 他趴在沙发上做了一个梦 随后杨阳阳恼羞成怒地当场离开 留下温迪一个人傻愣在原地 然而这还没完 回去之后 温迪愤怒地指责其他股东都在针对自己 而为了保障他们两人在会议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他甚至还决定将其他几位股东全都踢出去 郭新年听后非常吃惊 他简直不敢想象眼前这个女人竟然如此可怕 为此郭新年严厉地看着温迪 警告他以后不许再提这些 可温迪却不以为然 并且在心底暗暗打下了小算盘 隔天 郭新年特地跑到美容院安慰杨阳阳 可杨阳阳却一点也不想搭理郭新年 没办法他只好让卢卡帮自己想想办法 这时卢卡就提醒他温迪并不是一个擅长 每次公司一出事他就躲起来 而公司一旦好起来后他又会跑出来做妖 卢卡这一段发自肺腑的话 使得郭新年听后一点点陷入了沉思 就在这时杨阳阳突然冲了进来 老大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温迪是没女的事 三人这几年过命的关系 不是温迪一个人能够挑拨的 而随着温迪的一再作妖 他的好日子也很快就要到头了 虽然两人曾经网恋了半年时间 但这却是郭新年第一次来到内兰的家里 他表示自己之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每次都会想象他的房间会是什么样子 很快两人就把思绪拉回到了从前 之前网恋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 但随着时间线的推移 这一切的美好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内兰低下头淡淡地表示自己后来打给他了 郭新年听后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那天他真的给自己打过电话 只不过当内兰听到闺蜜温迪的声音后 一时激动直接挂断了电话 回想起这个糟糕的误会 郭新年神色黯然懊悔不已 但内兰却很清楚这并不是郭新年的错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颇有心机的温敌 为了缓解两人尴尬的气氛 临走时内兰聊起了一些轻松的话题 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环球旅行 好巧不巧这也是郭新年最想完成的梦想 于是他兴奋地表示愿意陪伴他出门旅游 无论是天南海北自己都愿意陪在他的左右 郭新年滔滔不绝地说着 同时不知不觉就把双手搭在内兰的肩膀上 直到他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红 这才急忙后退一步拉开的距离 奈兰羞涩地默默离开 但没走几步却又转头回来说道 回去之后 温迪明知道郭新年去见了奈兰 但却还故作轻松地询问他去哪了 郭新年直言不讳地回答 使得温迪的嫉妒心到达了极点 为此在接下来的日子 他总是会一直提防着奈兰 无论奈兰去哪里他都跟着 即使这次他是来和郭新年讨论工作的 可温迪却非要一口咬定 两人正是在背着自己偷偷约会 郭新年健壮顿时面露不悦之色 丢下一句改天再聊后幸幸离开 这让粗意大发的温迪心中很是不快 于是他就把气都撒在了内兰的头上 我就是那个多余的人 你太敏感 那兰毫不客气地回答 叶得温迪一时说不出话来 于是忍无可忍地他回到家后 直接质问郭新年今天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郭新年沉默片刻后 缓缓地表示自己并不想提及此事 同时还请温迪尊重自己的私生活 虽然郭新年的心里始终没能放下那来 但他最近却也在一直努力尝试接受温迪 不过近段时间公司发生的破事 再加上温迪日渐增多的控制欲 压得他现在根本喘不过起来 为此温迪迫切地想要知道 郭新年的心里到底还爱不爱他 温迪坦言自己曾经确实是为了钱 但现在他是真的彻底爱上了郭新年 所以特别想让对方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态度 郭新年一直在选择逃避问题 可温迪却坚持要逼问他 在他心里有没有一个人 想都不用想就会自己跑出来 见温迪哭得撕心裂肺 郭新年犹豫半晌后给出了回答 好吧 是你 这一刻温迪终于释怀 虽然他很清楚郭新年是在骗自己 但即使这样他也还是很开心 因为温迪能够看出来郭新年一直在努力适应自己 然而关于内兰的事情他就是要小肚鸡肠 毕竟他真的很想和郭新年一辈子在一起 听完温迪这番感人肺腑的发言 郭新年心情复杂地走上前将他缓缓地拥入怀中 男人宁可毁掉公司 也不愿暴露女神的真实身份 郭新年始终不愿提供有效证据 气得律师当即决定撂挑子走人 好在这时合伙人刚好撞见这一幕 一问之下才得知郭新年不愿意配合 于是他心急火燎地找到郭新年 要求他无论如何都要提供那个证人 可郭新年翻来覆去就只有一句话 这是我的私事 高迪恼火地拿出了法院通知书 气急败坏地告诉他下周二开庭后 心醒离去 郭新年看了看后仍旧无动于衷 殊不知这件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 这天在魔金公司里 郭新年再次冲着律师大发牢骚 指责他办事不力整天就知道矫情 然而律师却也有自己的委屈 毕竟是郭新年一直不愿意透露证人 而正当两人的谈话陷入僵局时 女神内兰突然赶到魔金公司 随后把郭新年叫到了天台 责怪他公司都要快倒闭了 为什么至今都没有把自己加入到证人名单 郭新年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因为自己和内兰有很多的语音邮件 再加上两人还有过半年的网恋经理 所以如果让内兰出庭作证 别人就会怀疑是他滥用职权帮助自己得到的投资 我想好 继执 内兰宁可毁掉前程 也要帮助郭新年度过危机 这样的双向奔赴虽然很美好 然而郭新年却表示自己根本做不到 因为与其失去魔金 他更不想失去内兰 内兰听后有些动容 离开前他郑重地告诉郭新年 这场官司本身就是自己犯下的错 并且魔金是自己和郭新年共同创造的孩子 所以他不允许魔金夭折 说完内兰就立刻去见了律师 坦白自己就是郭新年口中的证人 自己有义务说出事情的真相 与此同时女友温迪来到魔金公司 可当她得知内兰准备出庭作证后不禁粗意大法 温迪愤怒地指责郭新年冒着魔金败诉的危险也要躺负内兰 可郭新年却说内兰来这里作证 是为了大家为了魔金公司 所以希望温迪不要把私人恩怨扯进来 你到现在还为他说话 就在这时内兰准备离开去找证据 可温迪却突然将他叫主 讥讽他精心设计的手段 很会符合男人的心 内兰听后瞬间也来了脾气 言辞激烈地告诉他自己压根不想和他争 同时坦言自己和郭新年之间是清白的 如果你真的很看重你和他之间的感情 那你就对他好一点 晚上回到家里 温迪看到郭新年正在精心准备应对诉讼 于是就担忧地问起如果官司输了怎么办 郭新年的回答是倾家荡产 这时温迪脸上显露出了恐慌 说担心到时候郭新年会抛弃自己 郭新年听后脸色平静地可怕 但莫得表示如果莫金死了 自己会当一个混吃等死的人 到时候自己不会抛弃温迪 但温迪也许会抛弃自己 温迪听后脸色瞬间黯然 原来在郭新年眼里自己一直都是个拜金的女人 于是隔天他又找到内兰 内兰 我跟你道个歉 昨天我真的不该去 是我不识相 温迪痛苦地表示自己也不想这么做 只是现在他越来越放不下郭新年了 所以即使是官司打输了 自己也能陪着他过苦日子 内兰很清楚温迪这是在对自己表忠心 于是询问他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放心 消失 有人仗着自己是总裁女友 竟强行干预公司的内政 殊不知他很快就要后悔了 郭新年看着股东大会被搅得乱七八糟 于是回家后立马就板着个脸 可温迪不但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反而还一直不停地在挑拨他们股东之间的关系 认为在这个市值几个亿的公司里 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懂得经营和管理的 言外之意就是让郭新年把这些股东全都踢出去 在你没来到摩金之前 他们每个人都很无私 每个人都为摩金奉献了很多 然而温迪仍旧不依不饶 表示郭新年作为第一大股东 在会议上不仅没有绝对的话语权 而且这帮人还不尊重他这个总裁女朋友 郭新年不愿意继续往下听 于是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只不过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温迪的野心源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 隔天温迪将其中两位股东约至天台台会 一上来他就开始教育起了两年 首先他承认股东们都对公司做出过贡献 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为此他还提到杨洋洋在会上对自己大吼大叫的行为 所以温迪认为股东的结构必须要做出调整 可高迪却表示商量这么大的事 卢卡和杨洋洋也必须在场 他们两位是最小的股东 而且这是我和郭新年共同的看法 温迪 这话一出温迪瞬间面露难色 然而他不但没有顾及郭新年的感受 反而还继续侃侃而谈 说是要把摩金改造成外企那样 重新清算公司里的股权和债权 高迪和徐家营听后都面露不悦 纷纷表示他们不支持这样的提议 为此温迪又把目光投向了郭新年 试图想要对方帮助自己说话 可郭新年深知温迪问题严重 所以一直沉默不语没有表态 温迪被这一幕气的血压飙升 于是隔天又找到了内兰帮忙 温迪无奈地苦笑一声后表示 这时温迪又连忙拽住奈兰 因为现在只有内兰能够帮助 她在公司站稳脚跟 接着又表示只要郭新年肯听自己的 他就把这些说闲话的人 全都清算出去 奈兰批评温迪的控制欲太强 可温迪却说郭新年的心里只有奈兰 所以他想用实力证明 自己并不比奈兰差 奈兰非常不满温迪 把自己当成假想敌 于是就带他怒气冲冲地找到彭总 直言不讳地告状温迪 现在不再适合留在洛菲斯公主 毕竟他现在既是摩金的股东 又是投资公司的职员 这两头坚固的吃相真的很难看 你没有权利逼我辞职 我有这个权利 我就是投资部的负责人 彭总心烦意乱地打断两人 周旋地说他们三人这次都存在违规现象 但同时他又勒令温迪 如果这次摩金脱离困境 那他就必须马上从洛菲斯辞职 因为房间内的音乐声音太大 于是金城随手就朝女模特扔去一个酒 伴随着一阵尖锐的惨叫 女模特瞬间就没有了动静 起初金城并没有把这当回事 可谁料当他下床关闭音乐时 却差点被一双狱卒绊倒在地 直到这时金城才猛然间发现 女模特一动不动地躺在他的脚下 看着地板上不断渗出的鲜血 金城误以为女模特被自己给砸死了 于是惊慌失措下急忙将他装进了冰箱 随后六声无主地立马给管家打去电话 虽然金城的衬衣上沾满了鲜血 但老董的反应却是极其的淡定 因为他就是金老爷特地在儿子身边安排的黑道管家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帮金城摆平 虽然金城平日里坏事做尽 但从小就胆小的他毕竟没闹出过人命 于是当老董准备打开冰箱的时候 他又会被吓得连连惨叫 紧接着慌慌张张地蜷缩在一旁 然而乱乱没想到的是 当老董一点点打开冰箱后 却惊奇地发现里面的女模特竟然消失了 这让他瞬间意识到情况不妙 看来那个女模特并没有死 直到金城一点点梳理了这场诡异事件的全过程 两人这才发现房间里的保险柜被人打开了 里面放着的五十万现金全都消失不见 还丢什么了 相信你别忘了 而在老董的一再逼问下 金城无奈说出了还有几块硬盘 里面全是自己开派对室拍下的毁三观视频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老爷给你那份东西呢 随后金城毫不在意地表示 即使女孩拿到名单了也无妨 可没想到老董听后勃然大怒 怒斥金城闯下大祸了 为此他立马花钱弄到了酒店的监控视频 视频里显示女孩在半夜仓皇离开 同时还带走了他们的硬盘和名单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 老董第一时间就将情况汇报给了金正邦 他过来骂我一顿就开心了 这是屁大点事 这是屁大点事吗 于是老董郑重其事地告诉金城 名单上全是他父亲与官员勾结的记录 一旦曝光他们整个家族随时都有可能完蛋 接着他通知金城千万别插手此事 所有的问题都由自己来处理 等把硬盘和名单找回来之后立马办理退休 很快金正邦闻讯匆匆从香港赶来 一见面他就大发雷霆准备暴打金城 好在这事老董将他给拦了下来 并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到了自己头上 冷静下来后 金正邦痛心疾首地告诉儿子 名单上的大人物全是自己几十年经营下来的人脉 而之所以把他交给金城 为的就是自己哪天遭遇不测 金城能够将他拿出来自保 结果万万没想到如今自己还没死 他竟然提前把名单给弄丢了 至此金城都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但好在他有个宠他的老爹和一个靠谱的管家 结合整个意外的发生 金正邦猜测女模特应该是想敲诈一笔钱 可老董却认为还是要以静之动 虽然现在那个女模特的手机关机 但这样的女孩迟早会露面出来混 所以他希望金正邦能够将此事全权交给自己处理 自从小爹和富二代共度春宵后 便趁机盗走了他保险柜里的50万现金 然而这还没完 最致命的是他还带走了富二代的犯罪证据 于是当姐姐得知这件事后 便当即决定狠狠地再敲诈对方一笔 此时的姐姐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另一边 管家老董联系到了一位在法国工作9年的顶级雇佣兵 并支付给了他一笔丰厚的报酬 同时提出要求 让他务必拿回丢失的硬盘和名单 到了双方约定的日子 小爹由于害怕于是便将这事交给了姐姐处理 而自己则是立马躲进隔壁的房间 刚开始老董的想法是先礼后兵 可当他来到住所后 却并未发现小爹的身影 这时姐姐就解释说 这事将全权交给他负责 同时还狮子大开口地表示 要让对方出2000万 老董听后瞬间愣住了 但为了稳住对方 他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而俗话说贪心都没有好下场 老董下楼后立马就给杀手使了个眼色 很快杀手前进房间解决掉了姐姐 但是把屋里通通搜了一遍后 却没有发现他们想要的名单和硬盘 临走时他猛地冲向隔壁房间 虽然确定小爹就在里面 可他还是淡定地选择了离开 理由是管家只付给了他一个人的钱 另一边 小爹冲进房间发现姐姐惨死在了家里 于是他立马跑出门同时按下电梯 可在等待的过程中 他突然察觉到了危险 无奈小爹只好选择从消防通道逃跑 却不料这一幕恰好被杀手撞见 为此杀手连忙追了上去 结果愣是没追上穿着高跟鞋的小爹 与此同时小爹随便选了个楼层混进人群 话说当时管家已经提供了小爹的照片 可杀手通过电梯反光扫尸一圈后 愣是没有发现 就这样小爹在杀手的眼皮子底下成功逃脱 很快老董就把这事汇报给了老爷金正邦 金正邦担心小爹会把那份名单交给警察以求自保 可老董却自信地表示这件事完全可以用钱摆平 原来老董事先还留了一手 他将二老骗到了北京 并谎称小爹正在和他们家少爷谈恋爱 二老得知后笑得合不拢嘴 但此时的小爹却已经坐不住 于是拼命开始解释 这一切都是他姐姐出的主意 希望老董能够放过他的爸妈 小爹简直不敢相信 硬盘和名单居然对他们如此重要 于是他立马从床下翻出了这两件东西 紧接着开始查阅资料 结果查着查着却无意间发现 金城的公司正在和一个叫郭新年的公司打官司 想到被谋害的姐姐 又想到被绑架的父母 种种事件一时间让小爹恨透了金城 于是他为了自保又或者是报复 连夜将证据送到了魔金公司 希望日后能够通过郭新年的手来扳倒金城 而做完这一切后 小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见了老董 老董表面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但骨子里透出的杀气却让小爹有些不含而立 说完老董将两盘剩菜端到他面前 同时还贴心地给他递上一副筷子 看着小爹迟迟不肯动筷 他又会立马转变一副面孔 接着老董又像个长者一般与小爹虚道 说他有一个特别乖巧的儿子 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应该和小爹差不多大 所以他特别能理解当父母的心情 就在刚刚他和小爹的爸妈聊了很多 二老省吃俭用给他存了一点钱 希望他能够风风光光地嫁个好人家 直到小爹的心里快要崩溃时 老董这才翻脸一把摘下了他头上的帽子 至此小爹都没说出证据的下落 于是隔天老董便向金正邦汇报 表示他虽然控制了小爹和他的父母 但是东西却已经被小爹给藏起来了 金正邦认为儿子硬盘内的画面不堪入目 于是便想趁自己还在的时候好好整治他的私生活 为此老董从夜场带走了京城的几个呼朋狗友 而京城不解老董用意于是就跟了上去 老董把他们都带到了一个体育场馆 刚见面金正邦就把两人好一顿训斥 甚至还恬不知耻地表示他们家京城是一个好孩子 随后老董将这两个朋友带离了体育场 见状京城忍无可忍地朝京正邦怒吼 两人本以为这么做就可以包庇京城的罪行 殊不知硬盘早已落入到了郭新年的手中 男人无意间发现自己的女朋友竟然在偷看不良录像 卢卡打开电脑后这才发现 视频里的男主角竟然是公司的死对头京城 于是他十分好奇地询问硬盘是哪来的 然而杨洋洋却表示他也不知道 面对视频里如此不堪的画面 卢卡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把他交给警察 可杨洋洋却认为这么劲爆的内容 还是应该先交给老大郭新年过目 同样郭新年在看完视频后惊讶不已 但同时也特别不解给他们送视频的人到底有什么目的 沉思片刻后 杨洋洋突然想到他们正在和京城打官司 如果把这东西交给警察 那意味着他们的官司也就不用再打了 这种黑锅我们不能背 事情在弄清楚真相之前别乱来 此时的郭新年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并且这块硬盘也很快将会给几人引来杀身之火 晚上郭新年和温迪回到家里 结果却惊讶地发现房道门竟然开着 两人走近一看 赫然发现屋里已经被翻了个乱七八糟 仿佛遭到了土匪洗劫一般 然而更蹊巧的是 房间内的保险柜虽然已经被撬开 但里面的钱和首饰竟然一样都没少 郭新年见状顿时警觉起来 他不禁开始怀疑 这很有可能与京城的那块硬盘有关 这事要真是他们干的就麻烦了 说完郭新年立马给卢卡洋洋洋打去电话 为了对方的安全着想 他还是建议两人离开家先出去躲一躲 然而卢卡却不以为然 认为郭新年的神经太过敏感 挂断电话后 卢卡挽着洋洋洋继续往前走 却不知他们的身后正跟着一名伪装成修理工的杀手 杀手一边观察着摄像头 一边拿出铁锤紧跟在两人身后 然而正当他准备动手时 好在杨妈妈的突然出现 这才让两人躲过了一劫 三人一阵寒暄 等杨妈妈离开后 停车场已经是空无一人 另一边 郭新年深知京城那帮人心狠手辣 于是立刻收拾东西准备搬家 他先是安排温迪去酒店赞主 而自己则匆匆赶回了公司 可当他走进办公室时 却发现里面同样也是一片狼藉 就和家里的场景一样 像是有人进来翻找过什么东西 但好在郭新年在一个隐蔽之处 找到了事先藏好的那块硬盘 与此同时 老董找到京城的父亲金正邦 说硬盘已经被女模特交给了郭新年 可他派人去家和摩金公司搜查 却都没发现 金正邦误以为这一切都是郭新年设的局 目的就是为了逼迫他撤销官司 随后金正邦目光凶狠地命令老董 先去摩金公司探一探郭新年的口风 隔天 当郭新年看到老董后 瞬间就明白了昨晚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方所为 起初老董还是一副很不和善的样子 可当得知郭新年已经看过硬盘里的视频后 立马又装出了一副低声下气的样子 请求郭新年能够把硬盘还给自己 见郭新年不为所动 他又语气不善地开始威胁 见状郭新年立马展开反击 硬盘 我会报警交上去 无奈老董又只好搬出曾经混江湖的那一套 张口闭口全是人文道义和规矩 结果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现在的年轻人压根就不吃这一套 甚至郭新年的眼神变得更加凶狠 毫不客气地就将老董赶出了门 眼看对方不遵循他所谓的规矩 金正邦也下定决心准备殊死一搏 男人研发出一款语音软件 结果却被人恶意起诉抄袭 现在郭新年想要破局就只有一种办法 那就是找互联网巨头李奔腾出面 而正当李奔腾准备去和两人见面时 秘书却突然通知他说金正邦已经在楼下了 李奔腾万万没想到 双方势力竟然会同时找到他 但碍于金正邦的实力和身份 李奔腾无奈只好选择先与他会面 两人刚一坐下 金正邦就开门见山地聊起了官司的事 但最终的目的还是给李奔腾施加压力 金正邦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而李奔腾见状则是虚伪一意反 随后表面上说是自己要先离开十分钟 但实际却是到楼下紧急会见了郭新年 他先是粗略看了一下内兰准备的证词 接着郑重地告诉郭新年他的处境十分堪忧 因为目前金正邦一直在做游说工作 郭新年听后心中顿时凉了半截 他看着一直在给他泼冷水的李奔腾 郁闷地询问难道摩金真的完了吗 随后李奔腾再次去见金正邦 并恳求他高抬贵手放郭新年一条生路 只可惜遭到了金正邦的言辞拒绝 无奈李奔腾只好向他小置一礼 直言不讳地表示 自己已经看到了内兰的证词 于是劝报他最好不要赶尽杀绝 否则谁都不好收场 郭新年他说得起 您 说得起吗 看到金正邦脸色阴沉下来 李奔腾微笑着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那就是让摩金开始收费 这样一来他们两家公司 就可以站在同一个旗袍线上公平竞争 金正邦沉思良久后 最终答应了这个方案 但前提是郭新年能够签署一份收费的保证书 否则他不会再顾及李奔腾的面子 为此李奔腾立马派驻律师来到摩金公司 并且当面宣读了李奔腾给出的调解方案 希望摩金能够参照运营商的标准进行收费 与此同时温迪也表示接受这个调解方案 可郭新年却并不认同 因为这已经违背了他创立这款软件的初衷 所以他现在只想知道 如果坚持打官司赢的可能有多大 完全没有可能 此话一出 股东们的态度纷纷转向接受调解 郭新年勃然大怒 他认为暂时的忍让只会让对手变本加厉 所以他宣布不再接受任何调解 官司继续打到底 说完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 很快律师就把这事汇报给了李奔腾 李奔腾听后大吃一惊 因为这毕竟是他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 为此李奔腾愤怒地找到了郭新年 告诉他自己为了调解方案付出了多大能力 甚至不惜在金正邦面前低声下气 郭新年发表了自己对摩金收费的弊端 可李奔腾却认为现在不应该谈论前途 而是怎么样才能活下来 他劝说郭新年先跟对方达成和解 但郭新年却异常坚决地表示自己不会妥协 李奔腾的口沫飞溅了半天 发现是对牛弹琴后 向来温文尔雅的他忍不住大爆粗口 王八蛋 李奔腾走后 郭新年突然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而也就是这通电话 竟彻底改变了他接下来的命运 男人不惜倾家荡产 也要帮助自己的好兄弟创业 你再往哪抢我可没有了 杨杨杨埋怨卢卡只会讲一气 可以向言听计从的卢卡这次却犯了念 坚信好兄弟这次一定能带自己创业成功 你救人家 此话一出 杨杨杨瞬间暴怒 毕竟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这个假 卢卡气急败坏后扒拉了一下杨杨杨 而泼辣的杨杨杨在争执的过程中 一不小心失手把卢卡的电脑摔在了地上 看着卢卡只顾着摆弄电脑根本不哄自己 气得杨杨杨当场离家出走 殊不知两人刚刚的这一行为 竟给蹲在地库的杀手留下了可乘之机 见杨杨杨独自离开后 杀手随即就扛着一个黑袋子上了门 通过外形来看里面装的是一具尸体 很快到了后半夜 写完成序后的卢卡迷迷糊糊地去上了个厕所 可等他路过房间的时候却发现床上静躺着一个人 刚开始他还以为是杨杨杨回来 所以也就没在意 甚至还小声嘀咕了一句有本事别回来 然而万万没想到隔天一大早 卢卡眨眼惺忪地醒来后 推了推身边沉睡不醒的杨杨杨 却发现自己的手上沾满了血 为此他猛地拉过杨杨杨侧睡的身体 结果却惊悚地发现 床上这个女人不仅不是杨杨杨 而且额头上还沾满了鲜血 卢卡被吓得瞬间清醒过来 连忙滚下床缩在一旁的墙角瑟瑟发抖 很快郭新年就接到了杨杨杨的电话 随后几人急匆匆地赶到派出所 看着哭哭啼啼一脸懊悔的杨杨杨 郭新年这才意识到卢卡出事了 而正当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事 老董突然给他打来电话 你好郭总 怎么样 郭新年怒不可遏地质问 老董为何要陷害卢卡 而老董先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接着又给了郭新年一个地址 希望能和他见面好好谈一谈 很快郭新年根据地址来到一处废弃仓库 刚一见面他就指着老董的鼻子好一顿臭骂 见状老董也不再隐瞒 直言卢卡的事情就是他做的 但如果想要摆平这件事 郭新年必须答应他两个条件 一是交出他们家少爷犯罪的硬盘 第二则是让他立马关闭公司 愤怒的郭新年轮圆了胳膊 朝着老董的脸上就是一拳 发泄完情绪后 郭新年开车扬长而去 随后再回到摩金公司 专门为卢卡请了一位辩护律师 并且声称这就是明摆着的栽赃陷害 同时关心责乱的埋怨律师 按照规定48小时后应该放人 随后律师拿出照片 说警方指控卢卡用酒瓶砸上了对方后脑 同时酒瓶上还有卢卡的指纹 现在出现的证据链非常完整 那就是卢卡当天晚上喝了酒 在与未婚妻发生过争吵后 很有可能是和受害者进行过不正当交易 随后由于某种原因失手打死了他 胡说八道 郭新年的情绪完全失控 气得律师当场离开 没多久郭新年冷静下来后 立马走到隔壁的房间安慰杨杨杨 表示对方提高了价码 要求他交出硬盘的同时还要关掉公司 我宁愿拾起墨金 你不会失去我兄弟的 此话一出 杨洋洋的内心既感动又后悟 感动的是郭新年为了兄弟放弃一切 而后悔的则是昨晚他拼命阻拦卢卡借郭新年钱 自从好兄弟被陷害入狱后 郭新年便下定决心卖掉公司 虽然股东们对他的决定十分不满 其中也包括了同为股东的女朋友温迪 但面对脾气火爆的郭新年 他们最终还是没敢出面阻拦 于是乎三人就聚到了一起 在这期间几人一直在哀声叹气 毕竟从摩金创立到现在 除温迪以外他们都付出了很多 更何况未来的前景不可限量 可如今就这么轻易地把他给卖掉 换作是谁都会有些不甘心 温迪比谁都不想卖掉摩金 因为他也占了公司5%的股份 可奈何郭新年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所以他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就在这时温迪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而这个人就是郭新年一直暗恋的内兰 奈兰表示他也无计可施 因为他非常了解郭新年 不管外界对他有多大的压力 他都能扛得住 而正当温迪还在争取时 却突然被彭总交到了办公室 并交给了他一份收购一项合同书 内容是他们想要收购摩金的所有股份 温迪看后当场急眼 认为彭总这是在落井下石 可彭总却反过头来批评温迪 温迪在投资公司和摩金公司两头赚钱 但在面临危机时却拿不出一点意见 为此彭总特地交给他一项任务 那就是让温迪陪着自己去见郭新年 并尽量劝说他在合同书上签字 温迪一时间陷入了两难 没办法他也只好和彭总来到摩金公司 而郭新年在看完异项书后 委婉地表示还要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 就在这时彭总给温迪使了个眼色 彭总的意思是 毕竟你是大股东嘛 首先要得到你的支持 其他的事情才好办 郭新年看着股份被压到极低的价格 心中的愤慨无以复加 但相比较就出好兄弟 他已经无暇顾及这些细节了 于是毫不犹豫就在合同书上签了字 届时彭总看了眼温迪 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 深夜 郭新年回家发现温迪还在等待自己 当即便猜到了对方一定是有话要说 果不其然当他准备回房睡觉时 温迪立马就叫住了他 温迪抱怨他不该因为卢卡出事 而变得如此消极 你不能为了你的兄弟情谊 放弃我们大家的理 大家都是谁呀 谁都有资格对他说这句话 可唯独温迪不行 因为他压根就没给公司出过一分力 而且他所拥有的5%股份还是从郭新年手上骗走了 接着他又搬出其他股东做挡箭牌 表示刚刚自己说的也是他们的想法 郭新年明确表态 公司他可以不要 所有的利益也可以不要 但是他必须要救自己的兄弟 你连我也可以不要 是的 这些话已经憋在他心里很长时间了 郭新年表示自己真的很想和他好好守 但努力过后却发现自己真的做不到 因为两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 他们的想法永远不一样 而且你也没有兑现你的承诺 你不仅没有支持我 你还始终站在我的队里面 郭新年刚准备离开 温迪突然又将他叫住 随后脸色凝重地质问他是否想要分手 郭新年缓缓转过头 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是 自此郭新年也不再保留 坦言自己压根就不喜欢他 同时他也很清楚温迪和自己在一起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钱 这个房子还有那5%的股份 我送给你了 说完郭新年绝情地转身离开 留下温迪一个人傻愣在原地 而随后他独自来到了公司 看着办公桌上自己和卢卡的合影 郭新年的心里百感交集 公司即将面临破产 可他却还在办公室里打游戏 甚至当所有股东都在拼命打官司时 他竟还躺在沙发上呼呼睡大觉 郭新年认为即使去了也没意义 因为竞争对手将他的好兄弟陷害入狱 同时提出条件让他必须输掉官司 所以即便是失去公司 他也必须要救出自己的好兄弟 你动点脑子 有一天警察会查出卢卡是无罪的 他放出来的时候 罪也受了 魔精也没了 郭新年心中一动 但脸色却还有一些犹豫 而内兰看到他的思想开始动摇 于是立马蹲下身来继续劝说 看着那兰真诚的大眼睛 心中瞬间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之光 而在另一边的庭审现场 运营商大放厥词地指控魔精公司 创立免费的语音软件属于侵占国有资产 见状魔精的辩护律师立马展开反击 双方各执其词唇枪舌战 而正当两人争执不下时 郭新年突然推门而入 随后意气风发地辩驳了运营商的指控毫无根据 郭新年凭借犀利的辩词 很快就将对方逼得哑口无言 而第一阶段的庭审结束后 郭新年略带歉意地告诉杨阳阳 杨阳阳表示理解 两人都以为这次的官司胜算很大 殊不知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很快第二次的庭审开始 双方在法庭上二次交锋 可谁料就当两方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时 魔精的股东们突然收到一条突发短信 原来就在刚刚魔精的服务器突然断网 与此同时三大运营商也接到了信息 但他们的嘴角却泛起了心照不宣的冷笑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故意安排的 而得到消息后的郭新年紧即赶到公司 高迪正暴跳如雷地抱怨 运营商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 突然暂停服务器 按照合同他们有权利投诉 毕竟服务器每停半小时 他们都随时有可能损失几百万的用途 然而好巧不巧的是 就在四十分钟前有人已经给前台打过电话 并且含糊不清地通知过他们要进行服务器检修 这就是魔智的偷袭 这时温迪认为打官司已经毫无意义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对方和解 如果郭新年同意的话 他愿意让投资公司出面做调解工作 没办法郭新年也只好妥协 很快温迪就把这事汇报给了彭总 而彭总得知后又找到奈兰 告诉他过几天公司会组织一个酒会 准备把仲裁委员会的人一起请过来 并且看看能不能从中和解 最后委托那蓝力马将这事转达给郭新年 另一边 魔晶的两位股东吵翻了天 高底主张聘请律师状告运营商 可徐家营却极力反过 郭新年不但没有出面 反而一言不发地回到了办公室 就在这时内蓝也刚好赶到 结果走近一看却吃惊地发现 郭新年竟然黑进了运营商的后台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犯罪行为 见状那蓝力马拔掉店员 接着从包里拿出酒会的邀请函 并且嘱咐郭新年一定要到场 因为这将会是他最后的机会 很快到了酒会这天 一同来参加的还有金家父子 然而万万没想到内蓝接下来的一番话 竟直接让郭新年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郭新年实在是想不明白 奈蓝为什么要把他的竞争对手邀请过来 奈蓝害怕郭新年会在活动上大打出手 而他担心的事情也很快就要发生了 刚开始郭新年先是会见了大佬李奔腾 希望他能够通过关系 多在仲裁委员会上帮自己说说好话 李奔腾只好安慰郭新年自求多福 最好是能够说服审判长那国正 然而好巧不巧的是 那国正刚好就是内蓝的亲生父亲 所以内蓝觉得官司的事情 也许会出现转机 说完内蓝就牵着郭新年的手 前往贵宾室 与此同时前女友温迪刚好撞见这一门 看着两人亲密的画面 温迪的心里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郭新年会抛弃自己 毕竟每次她出事的时候 内蓝都会无条件地陪在她的左右 而这次也一样 内蓝以朋友的身份将郭新年引荐给了父亲 结果万万没想到两人刚寒暄几句 大反派金正邦突然就凑了过来 因为内蓝曾经与他的儿子金城谈过恋爱 所以他就一直刻意地拿着两人的关系说事 见郭新年有些蠢蠢欲动 内蓝急忙出面打圆场 表明他已经和金城没有任何关系了 可谁料金正邦依旧不依不饶 完全不顾及父女俩在外人面前的感受 接着他又说年轻人做事不过脑子 作为长辈就该给他们点教训 而他说了这么多无不都在暗示郭新年 现状郭新年也毫不客气地回怼道 此话一出 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但好在有那国政在场 金正邦只好接着身体不适的缘由准备离开 但在临走前 他还是劝告郭新年 年轻人一定要耗子为之 随后内蓝责怪郭新年不应该得罪金正邦 毕竟今天组这个局的目的是 想让两人和解 可郭新年不以为然 非要选择与他硬刚到底 然而很不巧的是 他的计划很快就被温迪给搅乱了 温迪主动找到金正邦的全子金城攀台 并讽刺他只会在背地里搞小动作 怎料金城却装出事不关己的样子继续打台球 可温迪却笑着警告他说 以郭新年暴躁的性格 如果输掉官司 那后半生必定会咬着他不放 金城听后顿时就没了兴致 丢下球杆信性地离开台球室 然而温迪却并不打算放弃 他依旧不依不饶地黏着金城 甚至还利用郭新年和内兰的关系来挖管他 与此同时 那国政也看出了郭新年和内兰的关系不一般 于是便询问起了对方的基本情况 而郭新年也没有保留 表示自己有存款没房子 而正当郭新年将话题转移到官司时 门口却突然传来了温迪的尖叫声 前女友被人羞辱 总裁得知后替他霸气出头 虽然郭新年被人强行拉出了会场 但这个人渣富二代的报应很快就要来了 见好闺蜜被人欺负 奈兰气愤地走上前怒斥金城不要脸 而原本天不怕地不怕的金城 却唯独拿内兰没有一点办法 紧接着内兰转头开始安慰视魂落魄的温迪 随后又把他带到了休息室 劝他有什么委屈尽情发泄出来 我们分手了 我把他还给你 那兰连忙否认 可温迪却冷笑着让他别隐瞒 因为他其实早就发现了 郭新年每天晚上都会听着内兰的声音入睡 奈兰劝他能够冷静一点 并解释那一段语音是他们网恋时期的录音 而不是他故意给郭新年打电话的 你到现在还不承认你喜欢郭新年 温迪表示他刚刚亲眼看到 奈兰主动牵着郭新年的手 两人十分腻外地走进了贵宾室 而他脸上的那份得意 是永远也无法掩盖的 温迪指责内兰毁了自己的幸福 可奈兰听后却并没有生气 反而还十分体贴地给他递去了纸巾 另一边 被京城陷害入狱的卢卡 突然从看守所里被放了出来 得知这一消息后的郭新年激动不已 毕竟他曾经为了拯救兄弟 差点放弃了整个公司 于是他亲自跑到酒店门口迎接 兄弟俩一见面就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一阵嘘寒问暖过后 郭新年好奇地询问卢卡 是如何洗脱罪证的 庄小蝶 这个伤是48小时之前的 是个旧伤 所以 作案时间 跟我哪对不上 而且庄小蝶的伤也不是酒瓶子造成的 所以作案凶器也跟他对不上 最重要的是通过楼道的监控显示 当天夜里有人背着庄小蝶上了楼 两人都很清楚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京城 而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 卢卡突然就看到了不远处的京城 为此满身怨气的他猛地站起身 然后怒气冲冲地飞上前 将拳头狠狠地挥在了京城的脸上 两人倒地后 京城抱着脸发出激烈的惨叫 可卢卡就像发了风势地继续痛击他 就在这时反应过来的老董及时将两人拉开 打我 老董都死了 而正当老董与卢卡纠缠时 一个服务生突然从人群冲出来 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一把餐刀狠狠地扎进了京城的胸口 郭新年和卢卡都傻眼了 原来这个服务生是庄小蝶的男朋友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给女朋友报仇 很快所有饭事人员都被带进了派出所 没一会两人办好了相关手续 就在这时羊羊羊匆匆赶到 他替郭新年回家取了一个硬盘 里面存放着京城的犯罪证据 而郭新年接过硬盘后 立马又把他转交给了警察 另一边 因为餐刀没有刺中要害 所以京城暂且保住了性命 经过这么一闹 老董便劝告金正邦关闭公司 同时撤销与郭新年的官司 毕竟现在已经牵扯出了人命 可金正邦却不愿服输 然而让金正邦怎么都不会想到的事 郭新年很快就对他们展开了反击 一个身价上亿的公司总裁 却整天泡在娱乐城里打游戏 奈兰实在是搞不明白 曾经这个意气风发的郭新年 如今为何会变得如此自暴自弃 奈兰一把关闭了游戏机 同时指责郭新年的行为太过幼稚 可郭新年却认为官司反正赢不了 与其等着公司慢慢倒闭 倒不如提早出来享受生活 奈兰十分不满郭新年的态度 头也不回的就转身离开了 这时郭新年突然意识到了不对 于是立马起身追了上去 他一把拉住奈兰 生气了 我当然生气了 他表示如果连郭新年自己都放弃了 那真的没有人能够帮他了 奈兰的话犹如一根续命针 瞬间又让郭新年燃起了新的希望之光 而在奈兰的监督核指导下 郭新年又重新写了一份官司辩护词 但仔细思考了一番 却又认为这么做根本就改变不了什么 我坚信 回家是支持互联网重新的 两人都坚信 摩金公司一定能够起死回生 殊不知这件事情 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很快内兰就回到了投资公司 结果却发现此时的彭总正准备卖掉摩金 那兰语气不善地质问彭总 既然仲裁结果还没有下来 那为什么就这么肯定摩金已经没救了 而且他可以断定 彭总这时候卖掉摩金 将会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失误 我跟你谈底牌吧 摩金怎么不弄 因为他从侧面打听到 互联网大佬李奔腾正试图收购摩金 所以即使摩金打赢了这场官司 李奔腾也绝对不可能养虎为患 现如今的摩金只有死路一条 而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李奔腾的日子也并没有那么好 原因是其余四个股东不支持他收购摩金 理由是等摩金下个月的官司一束 很快就会被市场给淘汰 完全给他们造成不了一点威胁 这里我要补充一下 李奔腾的原型人物是马化腾 他现在的公司就是企鹅扣扣 而郭新年所创办的摩金这款 已经聊天软件 应该就是我们现在都在使用的某性的出行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李奔腾会是本剧最大的赢家的原因 一方面是取决于他的商业手段 但更重要的还是他有着敏锐的思想和眼光 李奔腾认为 与其和起死回生的摩金拼得你死我活 倒不如趁现在对方面临官司的时候将他低价收购 说了这么多 李奔腾希望股东们能够表个态 可众股东面面相去后 给出的回答竟是年纪大了不想再折腾 同时还希望李奔腾能够和他们一起去澳洲享受生活 说完众股东找借口纷纷离开了办公室 李奔腾对几人的态度十分不满 而正当他还在思考如何处理摩金时 一个天才软件师突然就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中 罗维请求对方给自己五分钟时间 因为他手里有一个价值千亿的项目 而李奔腾本想花五分钟看个笑话 殊不知罗维接下来的表现竟彻底改写了他的命运 很快罗维便开始组装早已准备好的图表之家 短短几秒钟时间 一张语音软件的项目计划图就出现在了李奔腾眼前 相信上面的这款软件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它就是我们现在都在使用的某性 可在当时那个聊天软件盛行的年代 剧中李奔腾的原型人物马化腾又是如何选择的呢 刚上来罗维就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他认为郭新年的魔精必死无疑 原因是只有语音聊天功能太过于单一 所以他设计的这款软件会增添许多功能 第一他想通过李奔腾麒麟公司的技术 尽快完成对语音图像的基础建设 其次基于智能手机的私信材料 我开发出一款叫摇一摇的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快速地让我们知道 周边有多少人在跟我使同样的软件 这一点罗维的思想确实超前 而第三个功能是他这款软件的核心 那就是除语音聊天以外 再新增添一个网络电话的功能 而第四步就厉害了 他想让李奔腾导入麒麟软件 也就是当时起了callcall的用户资源 为此等这款软件成熟以后 他会立马开发一个电子商务功能 并且设立一个独立的付款系统 李奔腾脸上的表情瞬间阴晴不定 毕竟电子商务在当时是沃云生的天下 而沃云生的原型人物正是马云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在给沃云生 网粉 李奔腾的表情耐人寻味 或许这也是他此刻内心真正的想法 但毕竟这不是儿戏 因为罗维设计这款软件 首先会得罪郭新年的魔精 然后逼死社交类的软件 再逼死三大运营商 逼死了聊天室和论坛 你还要把沃云生给你们看 罗维很清楚自己刚刚的一番话 彻底打动了李奔腾 为此他便自信地表示 这是一次历史性机遇 如果李奔腾怕死 那他保证自己永远也不会来打扰 果不其然 李奔腾一改往日儒雅的常态 凶神恶煞般地警告罗维 你的命是老天爷的 但剩下一切全是我的 好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但是如果我发现 你的脚尖上张了一点别人家的土 我会让你后悔 为什么要认识我 两人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 但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因为在这之前 罗维也曾找到过沃云生 希望沃云生能够给他的项目投钱 只不过这两次有所不同 那就是罗维向沃云生 隐瞒了开发电子商务的事 好巧不巧沃云生 对聊天软件不感兴趣 于是也就婉拒了罗维 所以后来罗维又去找了李奔腾 可他不知道的是 沃云生和李奔腾私下里是好友 我不相信 罗维给我的 是唯一的一份 还没给你吗 李奔腾也只是一笔带过 因为罗维在卫生间里的演讲 的的确确让他产生了私心 毕竟电子商务才是当时最赚钱的项目 没过多久 罗维再次找到李奔腾 之前我给您的那个 网络电话的设计 您还没有给我反馈 李奔腾埋怨罗维找过沃云生 并且还向他隐瞒了 开发电子商务的事 而罗维也是一个聪明人 他很清楚李奔腾 这是在装清高 毕竟像他们这种级别的商业大佬 没有一个人的创业手段是绝对干净的 随后镜头拉远两人说了一些悄悄话 结果等镜头拉近时 李奔腾却突然下定了决心 我要看详细的资料 建材神爷亲自上门 罗维一时间震惊无比 于是他手足无措地将李奔腾请进地下室 本以为对方是来寻求合作的 殊不知事情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李奔腾一上来 就把含有演讲资料的U盘还给了罗维 而李奔腾刚准备离开 罗维却突然将他叫主 并提出想和他单独谈一谈 建状秘书和小弟失去地走出门 在这期间秘书还偷偷给小弟塞了张名片 而在地下室里 罗维十分坚定地认为 李奔腾一定是存在难言之意 不然以他这样的身份 不至于为了还一个破U盘还亲自跑一趟 李奔腾没在反驳 只是说罗维在生活上有困难 可以随时找他 甚至临走时还不忘和他积个掌 而也就是这一掌 竟彻底改变了两人接下来的命运 走出地下室后 李奔腾特别严肃地提醒秘书 既然这样 那他刚刚为什么要拒绝罗维呢 原来李奔腾想要开发新软件的想法 遭到了公司其余四位股东的强烈反对 所以他再一次将四人召集在一起 并且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创业言论 表示移动互联网的战争日新月宜 如果再不做出改变 他们的麒麟公司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 然而即使他说了这么多 众股东人就是不愿接受 理由是他们年纪大了不想再折腾 而也就是在这一刻 李奔腾心里已经做好了另起炉灶的准备 同时这也意味着他随时都有可能被踢出董事会 但对于追求梦想的他来说却已经不重要了 为此李奔腾第一时间就派人将罗维请到公司 首先他一上来就没收了罗维的手机 并且要求他不得与外界取得联系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 同时还给他在乡下秘密准备了一套大别墅 命令他在15天之内完成软件的基础框架 可罗维却认为半个月的时间根本就不够 因为他把软件做出来 再给李奔腾交由董事会审批也至少需要一个月 我刚刚有说到董事会吗 这事罗维突然反应过来 原来李奔腾的难言之隐是没有得到董事会的支持 那你就是在玩火 李奔腾压根就不在乎 因为他们接下来的操作很有可能会创造历史 见状罗维也没在怀疑 毫无保留地决定与他一起背水一战 很快秘书就将罗维带到了一处秘密基地 并指了指破旧的仓库表示 这就是李奔腾安排给他搞研发的位置 而让罗维更意外的是 他的小弟竟然已经被送到了这里 这么看来李奔腾早就布局好了一切 罗维并没有太在意 毕竟一开始谁都会有新鲜感 我怎么那么高兴 这不仅咱们那个地下室空气好呀 然而理想很丰满 但现实总是那么的残酷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每天就只能吃馒头配泡面 就连一旁的小弟都替他打抱不平 欲言又止地询问他难道就这么认了吗 这时罗维开始说起了气话 表示他们这是在创业 吃点苦难道不应该吗 只怕人家没把咱们当回事 此话一出 罗维的心里不禁产生怀疑 难道自己真的是李奔腾红伟蓝图中的一枚妻子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待了半个月的两兄弟一点点陷入了沉思 而正当这对难兄难弟迷茫之时 一束亮光突然就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李奔腾趁着夜深人静立密约见了罗维 接着开门见山地让他为这款软件取一个名字 通过李奔腾刚刚的表现 说明他已经彻底接纳了罗维 于是他又急迫地让罗维组一个班子 让他找一批实力强劲的软件工程师 他可以支付工程师高额工资 以及超乎他们想象的研发费用 但前提条件是必须签保密协议 统一管理不得与外界联系 罗维能够理解李奔腾的做法 就是有一点他特别好奇 那就是李奔腾真的愿意冒着破产的风险 与他这个无名小卒背水一战吗 现在我跟你要做的 是一头天下 而也就是在这一刻 两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程序员不好好工作 却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打装 而女朋友只是上前关心一下 他竟一把将棋甩到了一旁 好在这时郭新年及时出马 这才强行将他控制了一下 同时语气暴躁地询问他到底想干嘛 我不想干了 然而卢卡不知道的是 其实郭新年心中也憋着一股气 于是恼羞成怒地大喊着让他滚 我他妈也不想干了 此话一出卢卡更加委屈了 但他却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抱怨自己被竞争对手陷害入狱 不明白受了这么多罪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且眼看着公司即将被人搞垮 可他们却连个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眼看卢卡的情绪愈发激动 杨洋洋连忙上前打起了原场 随后准备强行将卢卡代理此地 郭新年也委屈啊 因为作为总裁的他承受的比谁都要多 于是事后股东高迪把几人召集在一起 同时宣布了一项纪律 那就是从现在开始 不管谁有多大的怨气和情绪 都不允许再冲郭新年发脾气 他压力太大了 这时徐佳营还要补充一条 那就是不管官司是否能够打赢 他们也必须要坦然面对 因为竞争对手金正邦 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可怕 而正当卢卡还在满嘴吐槽时 金正邦专门约见了郭新年 为此管家还特意到门口迎接 并主动伸出了手想要握手 可郭新年却视而不见静止走过 见面后 金正邦直接指明了郭新年的处境很糟糕 因为他正面临着三大运营商的联名起诉 仲裁的结果不是还没出来吗 小子 你很清楚你输了 就在这时金正邦话锋一转 认为他们没必要当敌人 甚至还可能存在合作的空间 所以他决定用这个价格收购摩金 说完随手就将一项合同书甩给了郭新年 这时郭新年就纳闷了 明明是他把摩金逼进了死胡同 可现在为何还要花高价收购呢 而金正邦表面上说是不想再斗了 但实际是因为在这场商战的背后 他不慎牵扯到了一条人命 所以为了保命想要与郭新年求和 没办法金正邦只好用梁山昭安的故事来劝说 总结一句就是郭新年这只小蚂蚁 是永远也都不过他这头大象的 为此他希望郭新年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 却不料郭新年猛地坐起身 咄咄逼人地追问他卢卡被陷害的事情该怎么算 我会给他足够的赔偿 到底是谁干的 见金正邦沉默不语 郭新年便当即沉默 只要他说出来自己就马上签合同 而金正邦似乎早已料到郭新年会发难 于是故意绕开话题试图掩盖真相 郭新年见状不屑地笑 首先他非常感谢金正邦能给摩金这么高的估值 说完丢下合同书扬长而去 随后回到摩金公司 见卢卡仍就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于是就向他描述了自己刚刚经历的事 说金正邦给他开出了一个天大的价格 卢卡听后瞬间沉默了 这一刻的他感到既后悔又愧疚 后悔的是他不应该对着郭新年发牢骚 而愧疚则是因为郭新年宁愿放弃整个公司 也要帮助他洗清冤屈 自此卢卡终于燃起了新的希望之光 隔天摩金公司参与第二次官司大战 众股东便劝说郭新年千万要冷静 即使他心里有再大的委屈 但也要为所有股东的利益着想 并且接受对方的调解方案 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劝说 郭新年脸色凝重始终一言不发 很快在审判长那国政的主持下 关于运营商控告摩金案的最后一次庭审开始 刚上来运营商就故技重施 指控摩金这款语音软件侵占国有资产 同时还利用破坏通信行业平衡而大肆做文章 郭新年迫于压力 当面承认自己之前说了一些过激的话 甚至一反常态地走上前 弯腰巨公向三大运营商致歉 而郭新年的突然屈服 瞬间就引起了台下一片哗然 随后双方进入调解环节 然而让郭新年万万没想到的是 运营商这次压根就没给他留活路 交出摩金由运营商控股 总之就是让摩金在运营商的监管下运行发展 道理很简单 自从摩金这款免费的语音软件上架后 对三大运营商的短信和通讯业务冲击巨大 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他们只好选择将摩金扼杀在摇篮里 而郭新年见状也没再退缩 直接选择了与运营商当面硬钢 通过互联网数据统计 郭新年发现4兆宽带网的造假率高达90% 虽然网速被大大降低 但他们对网民的收费却从未减少 再比如漫游费和手机短信 十年前是一毛钱一条 但十年后的今天却依旧如此 即便是异地跨网 一千条短信的成本也不超过一块钱 所以你们这就是掠夺式收费 但是不习惯又能怎么样呢 运营商被怼得哑口无言 因为郭新年亲手摘掉了他们的遮羞布 而运营商被接了短后 恼羞成怒地反问他是否接受调解 这使郭新年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他宁愿亲手摧毁摩金 也不愿把他交到一个强盗的手里 见郭新年的言论愈发危险 那郭正只好提前结束仲裁 并表示仲裁结果将会在15日之后宣布 而庭审刚结束 那郭正就将郭新年邀请至家中吃饭 按理说在仲裁结果下来之前 我们前面不合适 都应该避嫌 但是他目前有一项特殊任务 需要向郭新年了解一些情况 而这本应该是一个很严肃的画面 却不料那来妈妈突然就打断了几人 郭新年 阿姨听说你离过婚是真的吗 郭新年瞬间愣住了 见状一脸羞涩的内兰急忙将母亲拉进了厨房 回归正题 那郭正通过这次仲裁深有感触 尤其是郭新年对运营商的批评 也引起了上面大领导的重视 所以要求他专门找郭新年谈谈 对当下通信行业有哪些看法和意见 刚开始郭新年还有些拘谨 可在内兰的鼓励下 他又立马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深刻而又直接地指出了运营商存在的弊端 结果万万没想到正当双方聊得如火如荼时 那妈妈突然又走了过来插嘴问道 阿姨还想问你 你为什么要离婚呢 作为自己未来的女婿 二老有些八卦也实属正常 没多久两人吃完饭后 纳兰将郭新年送出门 半路上他好奇地问起 郭新年是如何扛起这么大压力的 因为你啊 纳兰听后面容羞涩 但冷静下来后又严肃地让郭新年答应他 无论仲裁结果如何都不要悄悄溜走 郭新年不傻 自然听得出言外之意 直接一把将他揽进了怀里 可奈何摩金现在正面临危险 所以他不得不先去拯救自己的梦想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场意外 也让郭新年重新走回了人生巅峰 虽然负债子环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京城的心理却始终咽不下这口气 而正当他决定找父亲新事问罪时 警察却突然找上了门 一是有人用硬盘举报他私生活混乱 二是查出了刺客服务生的真实身份 他是庄小蝶的未婚夫 声称要替庄小蝶报仇 京城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牵扯到了自己 警方通过硬盘内的视频查出 京城与死者庄小蝶存在不正当关系 好巧不巧庄小蝶的未婚夫又捅了他一刀 所以警方怀疑他与庄小蝶被杀一案有联系 见状京城立马说出了案发当天自己的行动轨迹 毕竟这事确实跟他没关系 而警方通过证实也排除了对他的怀疑 但在案件调查清楚之前让他别离开北京 走出派出所后京城愤愤不平 因为他很清楚这一切都是父亲的手笔 于是这天他满身怨气找到父亲金正邦 甚至喝了点酒后直接选择了与他摊牌 我六岁就这样你杀人了 京城说他亲眼看见父亲把人勒死 可京正邦却解释那人对他们全家有威胁 于是反问京城他这么做难道有错吗 京城不以为然 直接起身将这些年积压的怨气全都爆发了出来 当初他创办公司只是为了追回前女友 可谁料京正邦非要在里面插一脚 最后事情越闹越大 硬是把他扯进了这场乱局之中 京正邦认为这虽然是一个小公司 但却也代表着他们京家的脸面 所以希望京城在追爱的同时 首先应该要学会做一个正经人 京城听后不屑地笑了 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人 但京正邦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 因为他指使管家杀了庄小蝶 导致对方男朋友为了复仇捅了自己一刀 虽然京城平日里喜欢喝酒泡妞 但却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你来这你干了什么 你到我这你就该杀人 京城越说越激动 气得京正邦反手就是一巴掌 随后头也不回的就转身离开 本以为这场风波到此结束了 殊不知父子俩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隔天京正邦将京城叫至身边 承认自己却是给他惹出了很多麻烦 所以为了他的安全考虑 京正邦专门给他买了一张飞往香港的机票 京城看后有些不解 毕竟警察不允许他离开北京 我在香港给你开了份材料 正给你生体欠家 只能回香港治疗 你到了香港 有人接你 直到这边的事情结束后 他才可以解除人生自由 京城听后十分不满 因为从小就潇洒惯了他 根本就不喜欢被人束缚 你可以问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呀 理由是警方随时都可能调查自己 所以希望京城能够帮他保住家业 那兰带着自己的审判长父亲来到摩金公司 结果一进门就听见郭新年响亮的打呼声 见状那兰连忙将他叫醒 郭新年一脸猛逼 于是睡眼朦胧地询问他 大半夜的跑来公司做什么 我爸来了 他要跟你开个紧急会议 此话一出 郭新年整个人瞬间清醒过来 毕竟那国政现在是他唯一的酒行 看到那国政 卢卡也被吓得一个机灵站了起来 随后几人来到会议室 可那国政接下来的做法却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首先他让郭新年通知所有员工 明天早上五点准时到公司集合 不仅要穿上正装 而且还必须戴上身份证 接着他又说自己草拟了一个汇报提纲 让郭新年务必在天亮之前备数 同时他还会和内兰留下来 抓紧把公司的卫生搞一搞 郭新年和卢卡听后面面相去 好奇地询问起那国政究竟出了什么事 那国政犹豫了 虽然这涉及到组织纪律 但他还是和郭新年透露了一点 我们讨论了科技创新 部长知识 明天中央首长就这个问题 要进行专门的调研 第一站就是来摸进公司 郭新年精神一震 难以置信地和卢卡对视了一眼 而随后当那国政去楼下检查安保问题时 卢卡更是激动地表示摩金终于有救了 同时还打趣地调砍郭新年 要不说还是郭新年命好 每次公司快要倒闭的时候 奈兰都会突然间站出来 而经过大领导调研过后 三大运营商很快就撤销了 对摩金公司的控诉 而郭新年更是被凭上了 全国科技创新的楷模 一时间媒体记者蜂拥而至 将整个摩金公司围了个水泄不通 无不都在争先恐后地采访郭新年 可对于郭新年来说 他又哪里经历过这场面 另一边 老董走进书房 发现金正邦手里拿着那张 刊登着郭新年照片的报纸 本来还以为他是看报纸太累睡着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当他凑近一看 竟发现他的这个老爷已经没有了呼吸 一时间老董手足无措 又是掐人中 又是为塑效救星丸 好在忙活了大半天 终于把他从鬼门关给救了回来 看着郭新年如日中天的样子 金正邦只好无奈叹息 人事已尽天命难为 老董迟疑了一下 声称三大运营商现在想要来见他 金正邦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脸色出奇的平静 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毕竟沉浮商场这么多年 他早就把一切都看透了 回到摩金公司 郭新年摆脱记者来到一旁透口气 这时内兰专程跑过来恭喜他 两人就摩金的起死回生交流得很愉快 而正当他们还沉浸在喜悦中时 前女友温迪突然凑了过来 不仅扫了他们的心 同时还讽刺郭新年有眼光 寒沙摄影地说他抛弃自己而选中奈兰 完全是因为内兰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 郭新年听后闷闷不乐 接着留下一句话太多后当即离开 奈兰见状并没有太在意 因为温迪已经不止一次这样 于是晚上回到家里 奈兰一反常态地找到父亲聊天 郭新年特地让我转告你 很感谢 那国正表示他这么做不是因为郭新年 而是出于正义和维护科技创新 同时还让内兰转告郭新年 只要他坚持正确的方向 领导们是一定会支持他的 此时所有人都认为逗倒一个金正邦 郭新年就已经是万事太平了 殊不知接下来迎接他的将会是更大的挑战 原因是摩金这款软件的胜利 已经威胁到了互联网大佬李奔腾的地位 所以他绝对是不会坐视不管 可郭新年却不以为然 甚至还希望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 殊不知他很快就要后悔了 这天郭新年像往常一样应付媒体采访 就在这时李奔腾突然出现 虽然两人曾经一直是很要好的盟友 但奈兰的话却也时刻提醒着郭新年 为此他一上来就开始拍马屁 感谢李奔腾在他最危难的时候出手相助 这让他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报答 我现在就给你报答我的机会 跟我合作吧 李奔腾单刀直入地表达了想要收购摩金的意图 并且劝说郭新年如果想要做大做强 就必须要得到自己的支持 郭新年听后深吸一口气 因为他事先早已料到 李奔腾此行并不是来道喜的 而是明里暗里地在威胁自己 我真不是威胁你 我说的是实话 郭新年笑了 他把李奔腾形容成鳄鱼 再把自己比作是尼秋 试想一下这两者合作结果会是怎样的 郭新年双手合十祈求李奔腾 希望他能够放自己一马 可李奔腾却一语双关地表示 鳄鱼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然而郭新年仍就是不以为然 其实李奔腾的心里很清楚 郭新年是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人的 所以他事先早已做好了应对准备 那就是在乡下安排了一个秘密基地 并且让罗维开发一款比魔精还牛的软件 而罗维这边也给他秘密招揽了一批国内顶尖的软件工程师 说到保密 罗维还是忍不住地想知道 难道李奔腾真的没办法动用麒麟公司的一点资源和人脉吗 我有可能要被迫碰击麒麟 放弃国内最顶尖的互联网公司 来和罗维这个穷小子从头开始 可想而知他们想要研发的这款软件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对于你来说 到底是生意更重要还是兄弟更重要 不做一个梦就不算生给 所以李奔腾还是在意他这几个兄弟的 可奈何这四个兄弟整天就知道作妖 这不他们见过新年逆风翻盘后 又立马山寨出了一款类似魔精的软件 可李奔腾却不屑于此 同时冷冷地阻止他们不准发布 众股东听后有些不解 毕竟这款软件可以和魔精同时并存 但李奔腾认为说的好听是与时俱进 说的不好听 是山寨 是抄袭 是贼 股东听后大为愤怒 因为他们这也是在给李奔腾赚钱 可李奔腾却表示这不是钱的事 而是他不屑于任何一款软件并存 他想做一款独一无二的软件 毕竟推出第二天世界彻底安静的那种 李奔腾还是说服不了众股东 而众人也被李奔腾的固执激怒的陆续拂袖而去 这么看来这帮兄弟已经彻底没救了 为此李奔腾抛弃幻想 直接加速了罗维那边的研发计划 穷小伙来找前女友复合 可前女友却压根不想搭理他 罗维向温迪承诺 三个月内一定发大财 因为此时的他正在秘密研发一款世界级软件 温迪听后不以为然 毕竟罗维要是有这本事 当初自己也不会选择与他分手 而此时的温迪本想花三个月时间看个笑话 殊不知罗维接下来的操作竟彻底闪瞎了他的眼 离开温迪家后 罗维秘密招揽了一批全国最顶尖的软件工程师 并且将他们带到了一个极其偏僻的秘密基地 可对于这些优秀的社会精英来说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办公 无异于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 罗维承认环境是差了点 但他给出的工资却翻了好几倍 何况也就三个月时间 众人见状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结果万万没想到的是 罗维转头又要没收所有人的手机 这条离谱的规定 彻底触碰到了他们的底线 工程师们七嘴八舌地抱怨 眼看场面即将失控 忍无可忍的罗维当场就怒了 罗维认为都是干这一行的 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 封闭式工作是为了让软件在上市之前 能够不被人抄袭和山寨 如果谁觉得适应不了 可以坐上大巴车立马就走 而对于留下来的人 他会给予相应的技术股份 等这款软件一经问世 他保证各位就可以直接养老了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就没了之前嚣张的起研 毕竟罗维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换做是谁都不会跟前过不去 而当所有人都上交完手机后 罗维突然就打开一张示意图 上面是显示他之前向托尼环介绍的软件 如果通讯这款软件一旦研发成功 必定会改变移动互联网的历史 而在这背后操控的大佬正是托尼环 这天罗维和团队的人正在吃饭 托尼环突然过来视察 众人见到这样的大人物都非常激动 然而就在这时 一位姓王的工程师突然提出抗议 表示在这里工作毫无自由可言 可这我还防不住的 什么 说说 赵公和李公私自发邮件 王公听后瞬间就急眼了 认为罗维在背后监控 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见状罗维再次解释 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防止泄密 然而王公却不理解了 你觉得有人头吗 我呀 此话一出众工程师恶然 而在托尼环的查克打混之下 大家这才解除了对罗维的误会 随后几人来到郊外散步 托尼环让大家对这款软件割书几件 这时王公率先发言 他认为通讯的功能复杂 不仅有聊天功能 同时还存在朋友圈 买票转账等等一系列功能 这就相当于一个大杂会 是永远也不可能成功的 然而托尼环却表示 能否成功应该交由市场判定 在做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答案 托尼环的演讲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而在临走之前 他又给罗维拿了50万现金 因为他觉得这里不仅确认 而且还却高手 同时还让罗维认准目标勇往直行 出了什么事有他在后面兜着 所以这就是李奔腾和罗维的办事风格 而正当同讯的研发进行到如火如荼式 另一边如日中天的郭新年 却遇到了大麻 因为他发现在手机软件的商城里 有一款叫密聊的软件横空出世 甚至还超越摩金霸占了排行榜第一 郭新年始终没想明白 于是隔天他来到投资公司 结果无意间撞见了密聊的创始人龙少雄 密聊的核心功能是抄袭摩金的 可龙少雄却不以为耻 甚至连彭总都站在一旁帮枪 郭新年总算是看明白了 原来密聊这款山寨软件之所以能成功 背后一定离不开彭总的大力投资 但话又说回来 摩金也是彭总投资的 可他又为何要多此一举呢 见状彭总也不再保留 坦言郭新年注重的是创意 而他目前做的是生意 道理很简单 摩金现在的市值涨到两亿美金 就好比猪养肥了免不了被屠宰的下场 与此同时彭总还提醒郭新年 趁着利好赶紧把摩金的股份卖掉 郭新年不明白他为何会如此绝情 直到临走时内兰给出了解释 如果他现在不投那些山寨软件 他就只能做的摩金被山寨软件包围 就连内兰都觉得 郭新年应该尽快卖掉股份 所以郭新年是一个好的创业者 一个好的商人 因为他追求的不是金钱 而是想要把摩金打造成世界第一的梦想 可他一回到公司 股东就紧随其后地给他安排采访 这让他根本没办法好好工作 更过分的是 就连技术总监卢卡也都出去享受生活了 高迪清楚其中的内幕 于是便试探性地询问郭新年 原来四位股东在分析完形势后 正在悄悄密谋如何卖掉摩金 然而郭新年却并未当回事 甚至还陪着卢卡到婚纱店看洋洋洋式婚纱 按理来说小股东请个婚假很正常 可郭新年却认为目前形势紧张 于是让卢卡尽快开发出网络电话的功能 卢卡表面答应 但郭新年却察觉出他有些心不在焉 刚开始还以为他是因为结婚紧张 可谁料卢卡瞄了眼洋洋洋后 和高迪一样试探性地询问郭新年 直到这时郭新年才意识到 原来所有的股东都在有事瞒着他 离开婚纱店后 郭新年独自一人来到天台透气 这时徐家莹火急火燎找了过来 指责他竟然还有闲工夫晒太阳 楼下还有一大堆记者等着他采访 见状忍无可忍的郭新年说起了气话 一个正面临危机的公司 整天就知道开记者招待会 要不干脆宣布倒闭算了 徐家莹忍不住笑了 说他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郭新年听后一头雾水 见状徐家莹也没有说破 只是让他去找温迪谈谈 并表示温迪的观点 代表着他们所有股东的意见 我现在就去找他 而作为郭新年的前女友 温迪一上来就打起了感情牌 于是温迪就拿出了房产和股份 准备退还给郭新年 然而郭新年又哪会接受 因为他现在只想知道 温迪弯弯绕绕了这么久 到底想说什么 见状温迪也不再保留 坦言现在是摩金市值的最高峰 应该抓住机会把股份全部卖出 并且自己已经找所有人都谈过 他们都表示同意自己的看法 咱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可温迪却反驳每个人都有梦想 而不是只围着郭新年一个人转 你还配谈梦想 温迪确实没有资格 毕竟他手里的股份 还是从郭新年手中骗走的 可他却想煽动其余股东卖掉股份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背叛 为此次日一早 郭新年就召开了股东大会 他生情并茂地向大家 讲述了创造魔经的艰难历程 希望大家能够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众人十分不解 现在名利双收的郭新年 到底还想要什么 我要做乔布斯 然而他这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 在大家听来却无异于天方夜谭 于是散会后 温迪又将几人聚集到一起 并且提醒大家郭新年才是大股东 靠他们手里的这点股份 根本没有资格卖掉公司 这时徐家营就纳闷了 难道魔经真就到了非卖不可的地步吗 见状温迪立马开始分析 同时刻意夸大了秘寥的出现 对于魔经造成的致命影响 为的就是故意渲染股东们的消极情绪 最后温迪成功股东 大家推举自己充当魔经的代言人 但他接下来的操作却让人大跌眼界 为了卖掉股份 他甚至不惜找到了郭新年的死对头金正邦 可毕竟两家之前大战过一场 所以金正邦压根就不想牵扯其中 与此同时郭新年也没有闲着 在奈兰的带领下 两人再次找到电商大佬沃云生 希望他能够给魔经做避轮融资 因为只要有钱 他们就可以完成技术升级 从而得到股东们的认可 这时沃云生就不明白了 他们公司内部的问题 自己又凭什么要帮他 李奔腾收购了洛菲斯手里魔经的股份 他要围剿魔经 一听这话 沃云生瞬间打起了精神 毕竟李奔腾之前坑了他一把 所以这次他必须要找回厂子 隔天一大早 温迪回到公司后 便把自己走访六七家公司的结果告诉给了大家 首先他认为李奔腾已经开始在背后动手脚了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敢收购魔经的股份 而正当几人还在密谋时 郭新年突然走了过来 郭新年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温迪 这时徐家营就说了 现在根本就不是他们要卖股份 而是李奔腾已经对魔经展开围剿了 所以现在谈这些已经没有任何作用 只要完成毕罗融资 李奔腾的围剿就成不了 众人听后面面相取 高迪更是嘲讽性地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因为他们都认为郭新年只是在吹牛逼 于是一言不发陆陆续续地离开了 唯独温迪在离开前忍不住提醒 郭新年现在的对手不是李奔腾 是资本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李奔腾正在全力围剿郭新年的魔经 可谁料就在这关键时刻 沃云生突然横插一刀 决定帮助郭新年完成毕轮融资 好让他杀出李奔腾的包围圈 然而李奔腾也不是吃素的 当得知沃云生在背后使坏时 立马动用了所有资源向他发出了警告 李奔腾一脸严肃地表示 是他先在背后搞自己的 没办法沃云生只好妥协 毕竟目前只有自保才是他唯一的出路 而两个大佬之间发生斗争 受伤害的往往是下面的小弟 这天郭新年兴致勃勃地来到沃云生住处 本想着他的魔经终于有救了 可谁料沃云生竟突然宣布 鉴于公司内部的原因 他的投资计划暂时放缓 所以郭新年的B轮融资就先不投了 见状郭新年难以置信地看着沃云生 直至现在 郭新年都认为是沃云生在耍他 丝毫没有意识到这背后的一切都是李奔腾在捣鼓 到了晚上 郭新年加班加点地在开发语音识别功能 就在这时李奔腾不请自来 一阵寒暄过后 李奔腾直言不讳地劝他尽早放弃语音识别 郭新年听后十分不解 为此两人提议去夜宵摊上边吃边聊 酒过三巡后 郭新年忍不住感叹 他的股东们都在背着自己偷偷卖股份 同时他也很清楚 这几个人也曾找过李奔腾 李奔腾承认了 可他却没有答应几人 因为他看上的不是那一点点股份 而是郭新年手中魔经的控股权 李奔腾答应会给郭新年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外加一个可以让他扬名立万的平台 唯一的条件就是 郭新年把魔经全部卖给自己 两人共同打造一个移动互联网的奇迹 按理来说这个条件确实诱惑 只可惜郭新年的个性异于常人 他坦言自己的梦想是想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就是不受他人束缚 按照自己的意愿过完这一生 所以他再次强调 自己是永远也不可能卖掉魔经的 而郭新年与李奔腾的斗争 受伤害的却是底下的小股东 高迪忍不住感叹道 原本他就是一个天使投资人 本想着盈利后立马套现离场 可谁料最后竟被郭新年忽悠能够创造奇迹 导致现在被活生生给套住了 我觉得李奔腾跟卧云生已经谈好条件了 他们背后有交易 温迪一针见血地说出了真相 而这个真相也是让几人最绝望 麒麟的四位股东无意间发现了李奔腾的秘密基地 而当看到一批又一批的软件精英被送进基地时 几人瞬间意识到李奔腾正是在背着他们自立门户 于是众股东心怀不满地回到麒麟总部 并且心事问罪地责怪李奔腾竟然在背后搞小动作 一开始李奔腾还是极力狡辩 可眼看几个股东仍旧愤愤不平 为此他索性也就摊牌了 表示自己曾不止一次提过要做技术革新 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支持他 所以他不得已只好另立门户 甚至可以为了新软件而放弃整个麒麟公司 众股东们瞬间就慌了 于是舔着个脸就开始打起了感情牌 说他们辛苦打拼这些年 每个人手上都积累了巨额财富 可李奔腾却仍旧像个苦行僧一样的工作 胖哥十分不解 于是便说和他们一起享受生活难道不好吗 几人只好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 那就是将秘密基地并入麒麟总部 李奔腾听后极力反驳 没办法最后股东们只好给他两条路 要不解散秘密基地 要不将基地并入公司技术部 见状李奔腾没有做出表态 而是转头把秘书叫到了办公室 给我们定层 这个股东不敢赶走李奔腾 而李奔腾也不想抛弃他的这四个兄弟 所以只好选择使用拖延战术 虽然双方整整交谈了一宿 可奈何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 次日一早醒来 李奔腾看着这几人心中感慨万千 于是到了晚上提议一起吃一顿火锅 同时一起回忆当年创业式的心酸 希望通过一苦思甜的方式 重新激起这几人年轻时的斗志 可谁料喝着喝着 几人不但没有好好反思 反而再次提起了李奔腾另起炉灶的事 吐槽他一边抛弃他们这几个兄弟 一边又说这么做都是为了麒麟 即使李奔腾有很多种方式将他们踢出局 毕竟这几人存在很严重的腐败问题 但想到之前一起创业的艰难历程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一种公平的方式 那就是将公司所有高管都聚集在一起 并且单刀直入地告诉大家 他和四个股东在经营理念上发生严重分歧 并且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境地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匿名投票的方式 决定他们双方之间去留的问题 而事情都说开以后 接下来就是拉票环节 首先李奔腾阐述了自己开发新软件的初衷 所以真挚地希望各位高管能够赞成自己的做法 同样四股东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认为李奔腾这么做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但总之最后还是看众人的意见 很快秘书就把高管们带到一旁的会议室 可高管们面面相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选 不过一想到李奔腾才是麒麟的灵魂人物 想必各位的心中都已经有答案了 很快投票结果出来后 四位股东面带笑容地走出办公室 或许他们早就知道了结局会是这样 但唯一没有想到的是 等他们走到楼下后 李奔腾突然发来一条短信 内容是让几人在澳洲给他留一套别墅 这五个人仅用一年时间 竟从身无分文的穷光弹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豪 而当摄影师按下快门键的那一刻 也寓意着几人之间很快将会一拍两散 合影结束之后 郭新年特地将几个股东聚在一起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大方的请几人吃饭 但同时也是最后一次 一上来郭新年就直奔主题 他知道股东们最近都在背着他偷偷卖股份 虽然心里很不痛快 但他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敞开心扉 把这件事情聊清楚 能不能优先卖给公司 卖给公司也就意味着郭新年个人出钱 只不过他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因为这四个人的股份加在一起 一共八千八百万美金 按照目前摩金公司的发展情况 估计郭新年连个零投也都拿不出来 所以这也就是几人 为什么要将股份卖给外人的原因 郭新年双手核实 再次祈求大家能够多给他一点时间 可徐家营却表示这不是时间问题 而是认识问题 毕竟摩金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 所以他们不希望手里的股份 到时候变成一堆废纸 郭新年沉默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就筹不到那么多钱 同时他也很清楚股东们这么做 也只是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郭新年表示理解 但唯一让他心寒的却是前女友温迪 想当初郭新年送给他5%的股份 可如今他竟然也变着法的想要将股份卖掉 而当现女友内兰得志后当即就不乐意了 杨杨杨这种创始股东 也要把股份卖掉 说完温迪就拿出一份联名授权书 声称是他们委托自己卖掉摩金的股份 然而内兰却嘲弄地说即使这样 也并不能证明温迪是青睐的 毕竟当初股东团结一心 但温迪一去就闹得鸡飞狗跳 于是内兰怒斥他这是背后捅刀忘恩负义 可温迪却反过来指责内兰就是嫉妒自己 最后温迪准备离开办公室 他告诉内兰自己不是要跟他争论什么 而是想让他劝劝郭新年不要那么固执 很快内兰来到摩金公司 他看着一脸颓废的郭新年 劝说摩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规劝他还是放手 接着又向他透露 温迪拿着其他股东的授权书到处卖股份 郭新年满脸的不甘心 他猛的一下站起身 希望那兰卢卡和自己三人紧密团结 说不定还会有柳安花明的那一天 先把温迪手里那5%的股份买回来 他的破坏性太强 郭新年听后双手抱头 无奈的表示5%的股份需要500多万美金 现在的他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 见状那兰怒吓郭新年还坚持什么 就连5%的股份都没办法收回 这样的资金储备量 说明摩金已经不会再发生奇迹了 郭新年已经完全进入到了蜂魔状态 他把摩金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而内兰心疼地看着撞死癫狂的郭新年 他轻抚郭新年脸上的泪水 柔声地劝说他不能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让两人更扎心的事情还在后面 今天原本是卢卡的大喜日子 可他不但没有叫大哥郭新年来当正婚人 反而还特地请来了竞争对手李奔腾 看到这一幕真的替郭新年感到心酸 因为李奔腾不但要吃掉他的公司 郭新年的最后两根救命稻草吧 迟到婚礼快要开始了 郭新年这才匆匆感到 他让两人暂且先等他一回 表示自己还有两句话要说 郭新年回忆起了和卢卡认识的经过 接着就是他两次血本无归的创业过程 但好在卢卡特别仗义 始终不离不弃地陪着他完成梦想 这是他第三次创业 还好在座的几人都赚着钱了 所以郭新年不认为自己亏欠他们什么 想当初杨洋洋和卢卡是假结婚 目的是为了将母亲准备的50万嫁妆片到手 帮助郭新年创业 结果万万没想到两人掩着掩着 最后竟然生米煮成熟饭了 原本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 可大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毕竟那时候的他们是真的很团结 真的很快乐 说了这么多 郭新年都不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 郭新年说完不禁煽然泪下 众人都红了眼眶 卢卡更是难过地低着头不停抽气 他和洋洋洋的心里满是内疚 爱与气哽咽地祝福两人新婚快乐 并且希望他们能够理解自己 说完转头就朝门口的方向走去 卢卡表示既然郭新年说了实话 那么自己也不再隐瞒了 郭新年回头苦笑一声后黯然离开 魔精一路以来经历风风雨雨 数次差点灭亡郭新年都没有哭 但是卢卡结婚了 郭新年却流下了眼泪 让他难过的不是卢卡和洋洋洋 背着他偷偷卖股份 而是最要好的两个朋友结婚了 自己却当不了他们的证婚人 人家请了比他有权有势有面子的李奔腾 而郭新年是谁 郭新年应该在哪 已经没有人在乎了 看到这里 不免让我想起当时卢卡被人陷害入狱 郭新年哪怕放弃整个公司 也要将他救出来的场景 卢卡和洋洋洋的大婚之日 郭新年却在内兰的房间里 看着二哈痛哭流涕 他伤感地念叨着人 有时候还不如狗忠臣 可奈兰却认为卢卡陪了他这么久 可以说已经人之一尽了 这时郭新年怨恨地表示 这一切都是女人坏事 卢卡绝对是听了洋洋洋 唆使才会变成这样 想当初他刚离婚时 只有卢卡每天陪着他 郭新年的遭遇让人动容 曾经的他为了兄弟甘愿放弃整个魔精 而现在兄弟离他而去 即使孤军奋战赢下江山大又有什么意义 画面转到卢卡和洋洋洋的婚房 卢卡非常自责 可洋洋洋却说郭新年不可能养他们一辈子 况且卢卡现在已经是有老婆有家的人了 不可能等魔精黄了以后再重新投简历找工作 而正当两人还在伤感时 门铃声突然响了 结果走出房间一看却发现 门口竟出现了三位不速之客 其因是卢卡被这几人陷害入狱 而这件事又关乎他们整个金氏家族的命运 为此金正邦诚恳地向卢卡表示深深的歉意 还说他今天特地带来了不争气的儿子 如果想打想骂随两人的便 接着管家上前将几本房产证摆在了卢卡面前 金正邦表示 这是他在北京市中心空闲的几套房子 想送给两人做新婚礼物 希望卢卡不要嫌弃 礼物虽然很诱人 但卢卡心里却始终咽不下这口气 金正邦也决定不再保留 于是气定神闲地表示要和卢卡做一个交易 由于庄小蝶的案子还在侦办当中 所以他希望能把卢卡送到国外去个一年半载 因为没有他这个当事人自己就好从中卧血 卢卡已经明显开始慌了 管家表示 这几天他们就会将卢卡送出国 但杨杨杨却必须得留在国内 谁都能看出来金正邦这是在威胁卢卡 然而夫妻二人却并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毕竟眼前这几个心狠手辣的人手上都沾过心 而接下来也即将出现讽刺的一幕 就在几个小时前 卢卡和杨杨杨刚刚抛弃了对他们一片真心的老大郭新年 结果现在一遇到麻烦 两人又屁颠颠地带着房产证手表和钻戒找到郭新年 像个犯了错的小孩一样站在原地一声不吭 因为现在只有郭新年能够拯救他们了 一方面是郭新年根本就不惧怕对方 还有一个就是内兰的父亲内国正可以帮他们摆平这事 郭新年伤感地表示 他也承诺郭新年 从未察觉过 为此卢卡毫不保留地说出了他为什么离开的原因 其中一部分是因为杨杨杨 但最重要的却是 你是个天赞 而我只是个将人 郭新年听后陷入了沉思 虽然在他心里摸金一直是他们两人的 但事实却是他一个人占据了所有光芒 卢卡也承认了自己一直在嫉妒郭新年 只不过他希望郭新年不要放在心上 虽然把话说开后两人都轻松了很多 但心里的隔阂却是无法消除的 所以只好默默祝福对方未来的日子一切安好 那个富二代原本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 但为了一个女人却给整个家族惹出了一大堆麻烦 为此富豪老爸不得不让他回香港赞避风头 可京城在临走之前 却还不忘去看一眼这个让他日思夜想的前女友 想当初内兰还是一个得了抑郁症的黄毛丫头 可在京城的照顾陪伴和关心下 瞬间又让他变成了一个快乐的人 原本想着两人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只可惜后来的京城迷失了自我 京城刚想上前拥抱却被内兰给拒绝 京城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 殊不知让他更绝望的事情还在后面 隔天京城在管家的陪同下来到机场 结果还未登机便有两位便衣匆匆赶到 声称有个案件传讯需要将他带走调查 京城用一脸求助的表情看着管家 但便衣却根本不理会管家的阻挠 强行将京城给带走了 之前提到过金正邦丢失过一张名单 上面全是和他有不正当往来的大人物 可谁料他打了一转电话后却感叹地说道 这次我怕他回不去了 其实金正邦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 因为京城同事牵扯到了两件事 一个是郭新年上缴给警方的硬盘 里面全是京城在私人派对上的蜡眼睛的视频 还有一个就是装小蝶谋杀案 只不过京城对这件事毫不知情 全是管家派人背着他偷偷干的 记得当时京城还为这事和金正邦大吵一架 很快就到了京城被保释的日子 两人如约来到看守所门口 京城邦对着管家不由地感叹道 他俩年轻的时候打打杀杀进去过很多次 按理说他心肠够硬的 结果万万没想到会有一天 自己又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来接他儿子 心里不是滋味啊 一回到家里 京大少爷便开始狼吞虎咽的宣反 他家菜的动作多少带点委屈和不服 经过一番风卷残云后 他不满地质问金正邦 你那些人呢 哪些人 京城还是太天真了 以为逢年过节给某些大人物送点礼 自己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但其中的无奈只有金正邦清楚 毕竟这件事闹得实在是太大了 你想回也回不去了 现在是举报阶段 金正邦虽然经常指责金城这些年一事无成 但其实他的心理还是很平和的 毕竟相对于他来说 金城是那么的简单干净没有污点 金正邦年轻时候 做梦都想成为金城这样的富二代 这就是典型的身在福中不知福 错就错在少爷实在是太痴情了 随后管家便询问金正邦还回公司吗 我在这边还有一个事情要办 管家都急坏了 毕竟他才是这起案件的主谋 而他们接下来要办的就是案件当事人卢卡 很快内兰就将这事告诉给了纳伯正 并希望他能出面管一管 可谁料母亲却劝告内兰不要插手此事 不仅因为金城和他谈过四年恋爱 而且他们家和金家的关系也不错 纳伯正沉思良久后还是决定先了解了解情况 几人进屋之后 纳伯正便询问郭新年 刚刚内兰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 叔叔 金正邦就是想拿这些东西收买我 不然我说出真相 纳伯正拿着金正邦贿赂赂给卢卡的房产证 一点点陷入了沉思 虽然他和金正邦平日里的私交甚好 但在大是大非面前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正义 谁能想到 曾经的少爷为了爱情甘愿赴汤蹈火 结果最后却被爱情亲手送进了监狱 怪不得大家常常会说 田狗一般都没有好下场 所以即使金正邦有再大的能力 金城也避免不了牢狱之灾 在被压上警车的那一刻 金城的眼里充满了恐惧和无助 殊不知这件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 因为在庄小蝶的案件当中 一开始金城确实是用酒瓶子 砸中了庄小蝶的脑袋 但他却并不是故意的 而且庄小蝶还趁此机会 偷走了他保险柜里的钱 所以金城的罪证相对较轻 可管家就不一样了 由于庄小蝶还从保险柜里 拿走了硬盘和名单 于是他便请了个杀手想要解决此事 结果最后却闹出了人命 所以接下来的情节大家能够猜到 管家给金正邦做了一桌子菜 而这也是两人事隔30年 第一次坐在一起吃饭 已被烈酒下渡后 金正邦突然就询问管家 金城在英国的时候 就是一个傻乎乎的学生 而他把金城叫回国 也只是想让他早点结婚 我把你请来陪他 他怎么走到邪路上去了 管家心里很清楚 金正邦这是在向他问责 管家心里有愧疚 但更多的还是委屈和不满 要说忠心 他舍命陪着金正邦打下江山 要说委屈 他曾不止一次阻止过金城犯罪 要说不满 他派出杀手解决装小蝶 完全是为了硬盘和名单不被曝光 不然的话整个金家都要彻底完蛋 所以金正邦的责怪确实让他寒心了 你让他从英国回来没错 可是你给钱给多了呀 可金正邦却认为这点小钱不算多 毕竟那时候金城在和内兰谈恋 俺家的意思很明确 金城走上歪路并不是自己没看住 而是金正邦实在是太宠溺他了 给钱给多导致他变坏了 为此管家毫不保留地表示 当时装小蝶的事情出现后 金正邦不仅没有拦着金城 而且也没有拦着他 自从上次金正邦以他的名义给寺庙捐钱 管家就知道了自己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自首 并且顶下金城的所有罪责 但由于管家知道金家的很多秘密 为此金正邦故意威胁他说 金正邦要的就是他这个态度 随后管家便摘下手表递给金正邦 寓意进了这个门后时间就不属于他了 接着又取下眼镜 表示以后大哥再有什么事 自己也不能帮他盯着 很快警方就通过管家自首提供了消息 将隐藏在郊区的雇佣兵团给端了 其中就包括了杀害庄小蝶的那个菜鸟杀手 而等事情都结束之后 金正邦接下来还要办一件大事 那就是给金城找一个老婆 说他想成为乔布斯 可股东们却都在背着他偷偷卖股份 这一天 前女友更是将股份卖到了竞争对手的公司 温迪开门见山地表示 在两亿美金的股指下 他们愿意卖出手里的一部分股份 李奔腾的意思很明确 他想拥有魔金的绝对控股权 继而彻底打败竞争对手郭新年 可温迪却心有不甘地表示 郭新年目前正在研发网络电话 因此他们还想保留一部分股份 而且我们对郭新年还有信心 希望他可以再创造奇迹 温迪实在是太天真了 他甚至还提醒李奔腾 说魔金已经不是原来的魔金了 除了网络电话 郭新年还在研究新的升级方案 这将直接影响到魔金的估值 温迪仍旧对郭新年抱有一丝幻想 殊不知他的美好幻想很快就要破灭了 温腾也决定不再保留 很快他就派人将温迪带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想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网络电话 和新的升级方案 而当温迪踏进基地的那一刻 映入眼帘的就是顶尖的团队和一流的设备 但更让他感到震惊的是 这个团队的领导人竟然是他的初恋男友罗维 接着温迪便追问 罗维是否在研发新产品 温迪露出了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因为设计图上显示 魔精只不过是个基础框架 而在这基础之上 他们还增添了群功能 朋友圈和电子商务等一系列 常人无法想象的新创意 一开始温迪还抱有怀疑太多 为此罗维便是一小弟 将他们研发的新软件展示给温迪看 果然温迪越看越惊讶 因为里面不仅包含了郭新年正在研发的网络电话 而且连设计图上展示的朋友圈 附近的人和摇一摇等功能都已经彻底成型了 这在当时可谓是相当炸裂 温迪瞬间明白了 原来李奔腾自始自终都在套路郭新年 你不是在山寨魔精吗 罗维笑了 他承认魔精的语音传输 确实是他们通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它也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 李奔腾想让这个软件什么时候上市 等你们魔精死了之后 罗维开了个玩笑 事实是等通讯的支付功能测试完成后立马就上市 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打算跟魔精竞争 毕竟这两款软件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的产品 温迪文言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穷了一辈子的罗维此刻终于站起来了 于是他便带温迪参观了自己的房间 温迪无意间发现 墙上竟然有一张自己和罗维当初的合影 这是他们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拍的 罗维试图把记忆拉回当年 但温迪却推脱说自己不记得这张照片 为了缓解尴尬 罗维只好询问温迪对同讯这款软件的评价 那么记仇啊 记仇是因为他和温迪刚分手一天 郭新年就立马和温迪好上了 只不过两人最后还是分手了 为此罗维声音低沉地说道 我想着等我把这件事做成了 我就回去找你的 可是真的做起来了 却发现这事情总是越做越多 他现在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 为的就是早点把事情干完 好早点把温迪接回来 好好吃饭吧 注意自己的胃 听到温迪突然关心自己 罗维瞬间鼓起勇气 温迪我们结婚吧 温迪先是微微一惊 随后斟酌着询问罗维 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郭新年在一起吗 因为郭新年从来不会把他和事业放在一起 即使最后自己还是被抛弃了 但如果不去想 这是一个命运开的玩笑 他还是过得挺幸福的 不是你人生的奖品 我是我自己 听低沉这些都是虚的 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带着三位股东 把股份卖给里奔腾 因为同讯一旦上市 那他们可就一分钱也捞不着了 与此同时 郭新年脸色黯然地回到魔精公司 见卢卡还在一门心思的研究网络电话 郭新年心里无比自责 毕竟都到这个地步 自己还拉着卢卡浪费时间 我们就找里奔腾签约了 就在刚刚 温迪偷偷带着其余几位股东登门拜访里奔腾 作为己人的股权代表 他委婉地表示还想继续支持郭新年 自己保留一点股份 不想全部售出 李奔腾见己人还没死心 于是二话不说就给秘书打电话 命令他把两个月前技术部做的一款软件拿上来 随后李奔腾便向己人展示了他的升级版麒麟 虽然升级的内容完全是抄袭郭新年的 但依靠他们麒麟现有的两亿七千万用户 这款软件一经发布 必将迅速占领整个互联网市场 那你们为什么不发布 这个技术是山山魔精的 所以李奔腾一心想要收购魔精 好让自己的软件能够名正言顺地发布 然而他的等待也是有期限的 李奔腾半软半硬地威胁己人 必须一次性把所有股份都卖给他 如果今天不能谈统 那么明天他就会将这款软件发布 先把魔精彻底打垮再说 这么看来几位股东也没那么绝情 明知道魔精已经离死不远了 却还想着给郭新年留一点股份 但俗话说将还是老的辣 李奔腾看出了几人的迟疑 于是便开始玩弄花招 首先他偷偷拨通了前台的电话 接着再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而站在前台的秘书收到暗号后 立马又跑到办公室随便编个理由支走李奔腾 这样一来 就给了几位股东充分讨论的时间 怎么办啊 毕竟这可是几千万乃至上亿的合同 所以谁都不敢在这半天时间内拿定主意 这时几人把目光都投向了 比较有话语权的高迪 只见高迪缓缓站起身 思考一番后率先做出表态 高迪的态度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殊不知几人刚刚的谈话通过坐机 全被站在前台的李奔腾听了的一清二楚 可他却并没有着急进去收割 道理很简单 因为饭主熟之后一般都要闷半个小时 而这也就是李奔腾惯用的套路 等时机完全成熟了 李奔腾这才不紧不慢地走进办公室 最后他再利用查满送客的规矩完美收官 这时的李奔腾俨然摆出了一副胜利者姿态 所以说在商业竞争当中 郭新年的失败是必然的 一是他背后没有强大的资本 二是他没有李奔腾这个老狐狸的商业手段 待几人都签完合同之后 李奔腾也没必要再保留 他微笑着拿出一个U盘 让温迪帮忙转交给郭新年 而U盘里的内容也彻底成了压死郭新年的最后一根稻草 摩金公司里 郭新年看着李奔腾秘密研发的通讯软件久久不能失败 他没想到自己正在辛苦研发的网络电话 李奔腾竟然已经将它做成产品 很快卢卡就将U盘里的通讯软件下载到了手机里 可谁料郭新年刚注册完成 李奔腾就打来了视频电话 这真可谓是杀人诛心啊 李奔腾得意表示 可以把网络电话的程序送给郭新年 让他植入摩金后两人再重新打一仗 电话挂断后 郭新年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耗费所有心血创造的活进 最后进成了别人的垫脚石 这一次他输得很彻底 情绪激动的郭新年在办公室里一通乱砸 他告诉卢卡网络电话的项目结束了 以后就不用再来公司了 老大 走 卢卡走后 温迪见郭新年情绪低落 于是便劝说自己可以替他出面找李奔腾谈判 尽可能把他手里的股份卖个好价格 滚蛋 摩金的故事结束了 但郭新年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 没有理想的束缚 他终于可以和内兰好好谈恋爱了 由于金正邦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但他却不放心将亿万家产移交给不争气的儿子 于是等金城被保释出狱后 金正邦便立马受益律师拟了一份合同 并要求金城在上面签字 我签的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份转让协议 内容是让金城放弃名下所有财产 并把财产转移到设在布宜诺斯艾丽丝的家族基金 直到这时金城还在愤愤不平 气得金正邦直接站起来怒斥他 自己一心想培养他成为接班人 可他却为了一个女人拿整个家族的命运开玩笑 金城已经彻底没救了 为此金正邦不得不找一个靠得住的人 只是没想到这个人竟然会是和他紧紧交谈过几次的温迪 刚开始金正邦还算比较委婉 只是说他有一份工作想要推荐给温迪 当这只基金参与投资做慈善和炒汇 所以他需要对投资行业很精通的人 为此他第一期打算跟温迪签约三年 在这三年内他对基金的运营是全权的 没有人干涉 而如果三年之后温迪不愿意续约的话 那他可以带走自己应得的部分 表面上温迪推托着说自己缺乏管理经验 但实际上却是对洛菲斯还存有幻想 殊不知他的这点小心思还是被金正邦给看穿了 金正邦毫无客气地表示 即便奈兰现在辞职 以温迪的家世背景以及自身条件 也永远不可能顶替他的位置 温迪沉默了 他知道金正邦说的是实情 他竟然说金正邦对温迪一直存有好感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狗血炸裂剧情 难道上次金正的蛮横行为 是想向温迪表达什么叫打是情骂是爱吗 除此之外 金正邦还表示自己调查过温迪的背景 说她是一个头脑清楚思路敏捷的女人 而且还没有要结婚的打算 甚至没有固定的男友 接着再说说温迪的感情 首先他和初恋男友罗维已经没有复合的可能性 其次就是前男友郭新年 金正邦对他再了解不过 郭新年这人太固执 认为温迪现在也应该已经死心了 没办法 因为这涉及到家族的传长 所以他不得不调查清楚 金正邦认为 虽然这个提议听上去很荒诞 但其实是有一点诱惑力的 因为每个人都在被自己熟悉的圈子限制 生活很难向我们提供一次历险 或者是不同的生命状态 我觉得 很疯狂 谁料金正邦却劝他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 道理很简单 这几年他会将金城带在身边好好管束 等哪天自己身体真的不行了 温迪作为妻子再把财权交给金城 到那个时候 温迪愿意离婚就离 不愿离就不离 温迪瞠目结舌 他还是不太能相信这是个事实 为此金正邦特地给他吃了柯定心丸 两人结婚后 温迪将会分到金城名下一半的财产 这时双方可以各请一位律师拟好合同 金正邦会把答应他的费用提前支付到第三方银行 一旦温迪完成诺言 有你的历史提供文书 把这笔钱支付给你 怎么样 你说一项爱财的温迪会心动吗 答案是肯定的 只不过他在进入童话故事之前 还是决定先回到现实 去见一见初恋男友罗维 和他那个念念不忘的前男友郭新年 当当初他就是因为一份合同才和罗维分手的 记得那天夜里 温迪趁罗维熟睡的时候 偷偷拿走了他暴力保险柜的钥匙 可当他打开保险柜后却发现 里面竟然藏着两份退股协议书 于是他便悄悄躲进卫生间 借着光亮仔细研读合同里的内容 结果看着看着温迪突然睁大了眼睛 等我有了钱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把你那150万还给你 150万是温迪入股胡游的原始股份 谁料几天后罗维的胡游公司突然就倒闭了 为此两人大吵一架 气急之下温迪就将合同的事情说了出来 上面写着要退还我投资胡游的原始资金 150万 温迪当时都崩溃了 毕竟这150万是他抵押房子的钱 罗维握住温迪的胳膊让他相信自己 最后两人愈吵愈烈闹了个不欢而散 但在离开前 罗维还是让他在退股协议上签了字 随后又将一张150万的银行卡交给了温迪 温迪接过卡后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 现在温迪终于获得了嫁给有钱人的机会 结果心里又突然想起了初恋罗维 他有三个问题想问罗维 一是如果当时胡游成功了 罗维还会不会把那份合同拿出来 如果当时胡游成功了 那份合同根本就不会存在 通过两人分手后罗维的一系列行为 明显能够看出他确实是没有说谎 罗维是真的真的很爱温迪的 在你的心里 我跟大蓝一样吗 罗维信誓旦旦地表示 追求内蓝只是单纯想要拿到洛菲斯投资 况且这件事情温迪是知道的 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最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如果罗维再次创业失败 变得一无所有 你还会不会回来找 不会 这一刻温迪哭得气不成声 罗维就是这样一个人 常常习惯用自大来掩饰自己的自卑 如果刚刚的他能够再勇敢一次 我相信温迪也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六个月 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完了 只不过他在临走之前 还特地看了一眼前男友郭新年 郭新年 有没有发现温迪的声音都变甜了 而这次他见郭新年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来和他道别 还有一个就是归还郭新年送给他的大别墅 和那并不属于他的5%的公司股份 自己不能要 这个现在我没用了 他紧紧地抱住郭新年 红着眼眶轻声祝福他和内兰永远幸福 说完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摩金公司 出门后 温迪立马就拨通了金正邦的电话 我想好 我同意做您的基金管理人 几天后温迪来到机场 上飞机前他给罗维打去告别电话 说自己要去布宜诺斯艾丽丝了 希望罗维不要再来找他 时间一晃 温迪和金城两人结婚了 不得不说他才是本剧最大的赢家 小的时候 温迪经常被父母放在姥姥家 每次他不听话的时候 姥姥就吓唬他说父母不要他了 渐渐地 他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后来他就变得越来越贪心了 温迪认为 这也许就是他一切错误的根源吧 郭新年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辛苦创立的公司 最后进成了别人的垫脚石 没了梦想 没了兄弟的他俨然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每天浑浑噩噩地守在即将倒闭的公司里 好在这时女朋友内兰及时出现 不仅帮他解散了公司员工 而且还处理了后续的一些善后问题 等一切都做完之后 他又半蹲在郭新年面前安慰他振作一点 赶紧去换道皮疗衣服 跟我去参加发布会 郭新年自然是不愿参加 因为这次发布会的两名主角 都和他有着血海深仇 在奈兰的鼓励之下 郭新年最终还是参加了这次宴会 在活动现场 郭新年见到了曾经公司的几位股东 虽然心里有着说不上来的感觉 但他还是强装微笑上前与几人寒暄 你们俩去麒麟上班了吗 时隔多日 卢卡和杨阳阳已经去麒麟公司上班了 而且李奔腾还给他俩放了很长的婚假 郭新年带着风轻云淡的笑容 和他们一一道理 其实他心里也并没有那么忌恨几人 因为他知道即使股东们不背叛自己 等到麒麟软件一上市 魔精也会是死路一条 而正当他还在和几人交谈至极 卑鄙小人卧云声突然将他叫至一旁 一直想去找你 但是有些不好意思 今天正是向你拿钱 道歉是应该的 而现在尝到甜头后又跑过来道歉 或许这就是资本家的嘴脸 忘乱没想到 接下来他竟总结起了郭新年失败的原因 说他就是背负了太多的情感和道理 而像郭新年这样单纯固执的人 最后的结局注定是失败的 那蓝怼得太漂亮了 如果当时不是他的言而无信 或许郭新年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很快宴会就开始了 这次活动共有三件事情要宣布 而且每一件事都和郭新年息息相关 首先说说龙少雄发布小龙手机这件事 想当初龙少雄也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程序员 但他却在魔精最辉煌的时候 靠着抄袭魔精发布了自己的山寨软件力量 并且还获得了洛菲斯的巨额投资 正因为山寨软件成本低来钱快 所以龙少雄在短期内套现了大量资金 最后再利用这些钱转型研发出了现在的小龙手机 虽然小龙手机在当时已经是遥遥领袖了 但不得不承认他是踩在郭新年的肩膀上才有的今天 接着再来谈谈电商大佬 卧云生重出江湖这件事 想当初他突然宣布金盆洗手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可现在李奔腾突然将魔精一口吃掉后 他又突然宣布要重出江湖了 从中我分析出两点原因 一是他想和李奔腾瓜分一栋互联网这块大蛋糕 第二就是现在李奔腾在互联网这块领域一家独大 未来很有可能会触碰到卧云生电子商务的领地 所以他必须立马重出江湖与之抗河 但无论是哪种原因都逃避不了一个现实 那就是魔精已经成了两人斗争中的炮灰 台下的郭新年心中五味杂陈 而一旁的李奔腾却忍笑不止 说话间很快就轮到他上台了 李奔腾再次宣布了麒麟控股魔精 并表示他现在在做一个重大升级 很快这款软件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跟世人见面 甚至会震惊整个世界 郭新年是一个孤独的英雄 他是天真的 热情的 怀抱赤子之心的理想主义天才 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都曾怀揣过梦想 毕竟千辛万苦万般磨难却还坚持初心 可奈何社会现实总是如此的不堪 很快内兰就带着郭新年来到恋人酒吧 郭新年内心一阵小激动 可当他转头听到下面球场里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时 一种畅然所失的感觉突然就涌上了心头 他感慨球迷们永远也只会为胜利者欢呼 就好比自己一脚踹开了一栋互联网这扇大门 但站在舞台中央被所有人吹捧和呐喊的却不是自己 为此内兰连忙转移话题 难难地重复着郭新年今天在发布会上朗诵的那首诗 其中有一句是所有的终点都是新的起点 所以内兰很想知道郭新年新的起点会是什么 犹豫片刻后 郭新年深情地望着内兰缓缓说道 魔精的程序自己已经全部写完了 接下来他这辈子只会再写一个程序 那就是内兰 你会是我这辈子写过最美的程序 你这算是两拍吗 郭新年毫不犹豫地表示 如果他现在身上有一枚戒指的话 那他就直接求婚了 在这一刻 两人压抑已久的感情终于爆发 就像拖闸的洪水一般倾泻而出 郭新年和内兰甜蜜地拥吻在一起 一阵缠绵过后 郭新年手拉着手送他拿回家 话说郭新年这小子厌福不解 离婚后不仅和温迪有过一段故事 现在又和内兰搞在了一起 这样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 两人都到家门口了还有些依依不舍 郭新年想明白了 虽然他失去了魔精 但至少现在他还有内兰 所以并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这时内兰突然很调皮地询问郭新年 如果让他在魔精和爱情之间做选择 他会怎么办 如果要不要让我做这样的选择 因为魔精是咱们俩共同的孩子 聊着聊着气氛就来了 一个小时都还没过 郭新年这小子竟然又忍不住 他刚想凑上去亲吻带来 小波 阿姨 阿姨好 并质问他刚刚提到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郭新年一脸尴尬不知该如何回答 于是立马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了 回到家里 那国正因为两人突然谈恋爱 只是有些不愿 他一脸严肃地告诉那兰 虽然自己并不干涉他和谁谈恋爱 但是对方是做什么的 还有以前干过什么都必须如实汇报 同时他还告诉那兰金城已经被释放出来 那母不禁夸赞那国正英明 幸亏当时没收金正邦的那三百万股份 要不然现在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那兰找男朋友自己必须要严格把关 而在两人修成正果之前 接下来该讲讲家前哥罗维的结局了 男人宁愿变成一条狗 也不愿看到兄弟秀恩爱 原因是不久前他的初恋女友 嫁给了一个富二代 甚至女友在离开前还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罗维当场就愣住了 毕竟老婆没了还可以重新找 但事业一旦出问题内可就什么都完了 所以接下来罗维会和李奔腾展开一段精彩博弈 让我们看看他亲手打造完 同讯这款世界级软件之后 到底能从阴险狡诈的李奔腾手里得到什么 在秘密研发基地里 罗维先是向他展示了软件里的电子金融系统 也就是我们现在都在使用的某信里的支付功能 李奔腾信誓旦旦地表示 如果同讯能够尽快完成跨行转账功能 那他相信 付出十年现金就可以消失了 既然关于这款软件的一切都已经汇报完了 那么接下来就该聊聊现实问题了 李奔腾承诺罗维 未来自己会将这款软件交给他全权代理 同时还会为他单独盖一栋气派大楼 而至于年薪和待遇的问题 李奔腾保证不会让他失望 不够 我听说 李奔腾认为在合作前 他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 如果罗维还有这样的疑虑 那他现在就可以打包离开了 可话又说回来 罗维事实上已经将这款软件全部做完了 未来李奔腾完全可以请大把 比他更好的工程师来继续做升级和维护 理论上罗维是可以被替代的 所以他现在需要的不是李奔腾化的大部分 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司股份 原以为李奔腾会承诺点什么 谁料他竟再次化起了大部分 说当年自己和兄弟一起创业十年才打拼下麒麟 而现在罗维所研发的铜讯将会带领麒麟进入 下一个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 所以他认为罗维需要的不是安全感 而是跟着他一起看同一个方向 保持同一高度 做同一个梦想 那么在下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 我们能看到一样的梦境 我们就会睡 那个时候你会知道 我李奔腾从来不亏待生 也许李奔腾是发自肺腑的 但在对线之前说再多都是虚的 罗维强颜欢笑心里百感交集 于是转头就来到魔金公司 找到了这个被他亲手打败的好兄弟郭新年 两个人一条狗 一张桌子一箱酒 而两兄弟接下来的谈话也是相当有意思 郭新年申请再喝最后一杯 因为他要恭喜罗维终于成功了 可罗维听后却感到特别不是滋味 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和郭新年合作 因为这块软件 即使他心里 咱们俩都没赢 然而郭新年却认为两人都没输 虽然他失去了魔金 但却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安娇拉贝贝 罗维扎心啊 但凡郭新年多吃几颗花生米 也不会当他面说这样的话 你未来会借着麒麟的平台 成为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新规 郭新年很清楚自己已经回不来了 但他却一直在鼓励罗维 而为了彻底消除罗维对自己的愧疚 郭新年竟再次强调了内兰 就是上帝送给他最好的礼物 在这一刻 兄弟俩的隔阂也都烟消云散了 世界级软件通讯终于诞生了 然而作为老板的李奔腾 不但没有选择上台抢风头 反而还将这次发布会的演讲机会给到了罗维 刚一上来 罗维就向所有人展示了通讯的开机动画 这个动画相信大家在熟悉不过 开机动画上有一个大地球 地球的右下角站着一个小人 小人代表罗维 而罗维目光处在的布宜诺斯艾丽丝 就是他的初恋女友温迪目前所在的地方 罗维将自己的感情全部倾注到了通讯这款软件 为此他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通讯表达自己 去大胆发现和自己有着相同心绪的人 很快罗维就将通讯介绍完了 而接下来他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摩金创始人郭新年 罗维当着所有人的面 直言不讳地宣布通讯是在摩金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一时间 会场中所有的灯光都汇聚在郭新年身上 紧接着现场就响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掌声 在外人看来 郭新年只不过将摩金做完后又用高价卖给了李奔腾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这中间真是发生了一场十分无情而又残酷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或许在这一刻郭新年是伟大的 可在十年又或是二十年之后 谁又会记得他这个垫脚石呢 就像罗维曾经说过 彭讯这款软件永远只会信任 李奔腾的礼 发布会结束后 郭新年和李奔腾两人养酒配花生中细结合 这一刻郭新年彻底释怀了 他坦率地说自己把摩金交给李奔腾是正确的 久过三巡后 李奔腾诚挚地向郭新年发出邀请 对于郭新年来说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时李奔腾就故意刺激郭新年 说他很羡慕罗维能够站在台上发言 只可惜他永远也上不去了 因为他没有像郭新年一样的创造力了 但他相信郭新年迟早有一天 能够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算了 郭新年还是清醒的 他知道一栋互联网已经被李奔腾一家卒大 所以即使自己再强也只能做一个配角 我终于可以不用担心害怕了 我认为这还是李奔腾的激将法 只是郭新年没有上钩罢了 最后两人把酒言欢喝得烂醉 李奔腾摇晃着将郭新年搀扶到了奈兰家门口 他今天受了点打击 喝了一点多 麻烦你照顾他 万万没想到的是 罗维静放弃了所有的名语力 独自一人踏上追求初恋温迪的旅程 在奈兰的闺房内 喝得烂醉的郭新年躺在床上耍酒疯 但我严重怀疑他是想借着醉酒对奈兰图谋不轨 因为他当着奈兰的面 静一字不差地回忆出了两人梦幻般的情感经历 当时的奈兰压根就不认识郭新年 可郭新年却仍旧热情肆意地做着自我介绍 并且还很激动地给他描述了西藏的美景 虽然一开始的奈兰有些莫名其妙 但渐渐地就感觉他这人不仅搞笑 而且还傻得可爱 好巧不巧 奈兰也是一个十分热爱旅游的人 每每当郭新年描述起西藏的美景时 他都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而也就是这种神秘而又触目不到的感觉 让他越发对郭新年产生了兴趣 很快就到了两人第三次联系 而这一次也是两人感情迅速升温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最终郭新年还是挑战了死亡之谷 可在经过一片乱世趋势时 眼前突然就出现了好几只凶猛的恶狼 吓得郭新年绝望地狂妇救命 而正当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 一个名叫多吉的西藏大叔突然出现 并用一段歌词成功劝退了狼群 获救后的郭新年夜宿在了多吉大叔家里 当晚老人给他讲了很多关于信道的知识 郭新年受益匪浅 次日他跪下了多吉大叔的救命之恩后匆匆回到营地 打开电脑就看到了内兰发给他的一百条语音留言 郭新年一脸幸福地望着内兰 不仅因为内兰在事业上给了他很大帮助 而且对待感情也是一心一意 隔天一大早 郭新年羞愧地为昨晚醉酒后的行为向内兰道歉 怎么道歉 吃完早饭带我去西藏 来到离天最近的西藏 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里神秘的余物透过雪山缝隙 形成如同仙境般的景象让人陶醉其中 如云的雪山与蓝天相依成去 又会给人一种壮丽而又平静的感觉 时隔两年 郭新年带着内兰再次来到多吉大叔的石头屋 可当他推开门后却发现 屋里早已是空无一人 郭新年有些怅然所失 因为那时候的他已经彻底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而也就是多吉大叔的深深教诲 才让他鼓起勇气创造出了魔精这款世界级的软件 那兰看出了郭新年情绪低落 于是立马走上前一把搂住他的肩膀 两人的感情就如同创业一般 郭新年很欣赏那兰的才华 而那兰也懂得欣赏郭新年的领导功力 两人在不断的合作中加深了了解和信任 互相鼓励 互相陪伴 互相理解 一起克服了创业和情感生活当中的种种困难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拉挫拉姆的一处不边 听藏人说在这里许愿特别灵 但是人的一生只能许一次 郭新年在两年前就已经许过了 那兰很好奇他当时许了一个什么愿 那兰微微一笑 站在碧波荡漾的拉挫拉姆不边 面朝着远方气势磅礴的雪山前程许愿 而郭新年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等那兰许愿结束后 郭新年又迫不及待走到面前询问他 写什么愿了 我希望你还能做出一回 比魔镜更棒的感觉 杀回去 郭新年心头涌过一丝暖意 他没想到那兰竟将仅有的一次许愿机会献给自己 这样的女人哪能让人不爱 最后的最后 郭新年情不自禁地走上前 与那兰甜蜜的拥吻在了一起